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再次让我们有机会探索健康教会的元素 探索如何将我们教会变得更健康 我们特别求你帮助我们预备自己 成为合理心意的健康的仆人 健康的门徒 以至到透过我们成为健康的门徒 健康的仆人 教会就能够成为健康的教会 因为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是会众 是每一个属理的人所组成的 这个有机体 愿你在我们当中作主作王 不单止是我们个人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的教会因为顺服你 听你的话 紧贴你的心意 以至到我们经历神继续不断上上的和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 让我们听的有智慧在行动行出来 让我们的教会变得更美 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继续上一次我们探讨过的健康教会 特别是到底它的特色是怎样呢 健康教会的传道人到底是怎样呢 现在我接下来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用人的哲学 健康的教会一定是懂得用人的 即是说不会摆错位 是将合适的人摆回合适的位置 第二呢 是合适的人你才用 不合适的人你就不要用 用错了人的时候 这个教会健康变了不健康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过去里面我都见到不少教会 本来一直的成长成长得相当好 在美国的时间 我见到好几间都在评讯图建立的教会 由查经班开始 然后透过一班执事 一班同工长老 我所谓同工是义工来的 全部都是义工 但是他们尽心竭力在帮手的这班人 辛辛苦苦把查经班 变成教会 变成教会的时间 仍然继续不断膨胀增长 但是他们感觉到 因为这是教会 我们没有牧师不行的 因为这样 当教会去到二百多人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找第一个牧师 去到他们的当中 谁知道慘了 牧师一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不用一年 他们受不了 为什么受不了呢 就是这个牧师本身 是一个比较上独裁 就是 什么都自己搞 执事同工 靠边站 即是说已经去到没有订棋 但是他自己又做不来 但是呢 就不放拳 全部自己在那里控制 那后来呢 一帮同工 后来有执事 执事跟他谈的过程当中 就发觉到 原来他在一个地方 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 就是有感觉到 哇 这帮人 不让他们做的 就是他觉得我是牧师 就应该是牧师做 所以以前的信徒站广坛 他们有机会 每个星期他们站 但是他一来到之后 全部的信徒 不让上广坛 然后跟着呢 就用了一个理由 你没有受过神学训练 我相信 师兄长老 你明白北美的情形 那用了这个理由呢 就不让他们上广坛了 那接着 但问题是教主学 他又教不完 那他也是要放拳 来给人教主学 但是呢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逐步逐步 是要将主学去教他自己 过去预备的那些东西 全部不要教你们预备的那些 或者别人的那些书整那些 哇 这一帮的执事呢 有一种的感觉 他很专横的 很独裁的 然后就告诉他 就是会众呢 没那么快适应 你本来呢 是有很多东西吃的 你突然之间 独孤一味 只是吃你的那些 但那些又不是说 尾尾尾都好吃 有些好不好吃 所以呢 就有很多个提议 提议得来的时间呢 这个牧师呢 他就开始去改会章 就将有些会章去改 改到一个地步呢 差不多他一个人说了事 执事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顶不顶了 顶不顶了 就开始的时候呢 有两个离开 两个离开了之后呢 其他那些见到呢 不对路 因为两个执事离开 两个家庭离开呢 其实就有一帮会众呢 就蠢蠢欲动 因为那些是一些 最得力的执事来的 最之呢 他们就和这个传道人呢 就叹牌 好在是一年而已 他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呢 如果你再过多两三年呢 那问题就会更大了 但是过了一年的时间 当和他摊牌的时候 直接说了 牧师 你真是不适宜 在我们当中继续下去了 因为呢 你的牧养的方法 带领的方法 我们家会众都顶不住 所以呢 我们希望 你不如找工场 但是问题呢 当叫他找工场的时候呢 又没有给一个deadline 那结果呢 又拖几个月 他又没有找到 去到最后的时间 教会被逼 即刻停止 他不可以在这里带领 但是这个牧师呢 竟然在最后一堂的时候呢 公开在会众当中 在讲坛上 来批评会众 不尊重神 不尊重圣经 不尊重神的母人 骂他们 经过那次之后呢 你知道会众当中 有很多人呢 根本就不知情 那牧师始终都是full time 全时间都在 所以当在那里的时间呢 多多少少都建立了 有些人 对他的信任 因为这样 那这个牧师离开了之后 有些的会众呢 就对执事反感 而执事呢 本来很成熟 那些问题呢 全部他们自己知道 从来不说 但是结果是牧师先说 而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有 整个教会 本来有二百多人 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 剩下一百五十多 留在这里 有大概七十人左右 离开了教会 而那个牧师呢 离开了之后呢 他在附近的地方 游开了一间教会 而且呢 是逐一打电话 给那些会众 告诉他们 我们的聚会 改了地方 我们在这里 然后当那些会众 去了那里呢 才发觉到上当 那有些人呢 就跟执事说回 他叫那些人说 教会换地方聚会 执事呢 没办法了 就分头打电话 安抚回帝兄姐妹 没有 但是这个牧师呢 就是因为他太转横 我们感觉到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所以我们就要求他离开 那就告诉回众 那带来的结果 那个伤害呢 仍然都很大 最惨的是 当中有几十人呢 是因为这件事 被判到 两边都不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所以用错人呢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现在呢 我就很想跟大家来看一看 到底有哪些人 是一些合适的人 我们要用他呢 第一 这个人一定是圣灵充满的人 所谓圣灵充满呢 很抽象的 你怎样去看一个人是圣灵充满 还是不是圣灵充满呢 圣经呢 是很实际的 你选监督 你选执事 他看的 第一 是你个人的integrity 你的品格 我们要看的 要看这个人 圣灵所结的果子 到底这个果子 在这个人的身上 有没有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 如果这个人是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一定是 释放在里面充满喜乐的 同不同意 每次你回来的时间 你知不知道 做圣灵会 圣灵人 看着你一帮人 很辛苦的 我不知道大家 你怎样看 如果牧姐 每次上新港台 就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做圣灵很辛苦的 我因为你们 我饭都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我和我家人 见面都少 我连头都没有 一个星期七日 一天24小时 我按call 虽然你一定是 但是他一直这样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会如何 我最终相信 就是一个这样的牧者 在教会里面 如果带出是一个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他不用做了 会众不会被建立的 得来的是一个坏的版 不会在他的生命里面看到任何侍奉的喜乐 你叫人去侍奉 很难 叫这个牧者去找传道人 去找执事 去找长老 找主要学教师 去找祖像 很难 为什么 让你侍奉这么辛苦的 不要搞我 千万不要搞我 但另一方面 如果你是圣灵充满的人的时候 他侍奉你上来的时间 我多谢神了 其实我不配的 神这么给面 竟然让我可以参与 和他一起去做 你说多好啊 林书豪最近风魔全球 大家知道 我很欣赏在Good TV访问他的时候 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 他说 我以前打球 籃球是我的神 但是当我把籃球当作我的神的时候 我很惨 每逢输球我睡不着 我打得不好我睡不着 然后很多的东西他说 对我 是很大的影响 后来他自己 经过反思 在主角里面悔改 然后跟着告诉神听 神 从今以后 籃球不是我的第一位 你才是我的第一位 然后认定 打球是神叫我去打 我是为神打 不是为分数打 不是为输赢去打 我不是为我的兴趣打 我为神打 然后跟着我看到这个年轻 二十多岁 本来大学毕业 我想甚至入大学的时候 他已经 经历到那种歧视 有些人说明 亚洲小子 这些中国佬 哪是可以的 所以他报的 他本来很想去Stanford Stanford不收 教练说了一些东西 令他很难受 但他说 他学习了包容 学习了饶树 然后 找NBA的时间 一间二间有拖冒险 大家都知道 Nicker 直接不理他 教练对他也有很多负面的人 那结果 后来 有一些人说 不如打暑假那些 夏季那些 那些比较少很多 另一方面来说 那些是 那些叫做临冀 临时工 打完就没有了 你吃了两个月 接着那十个月 你不知道去哪里找 就是户口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他有一个时间 他坚持 等待神 完全无怨无求 说给妈妈 妈妈就告诉你 说我不可以养你一生 我多养你一两年 接着你都要找一份正直 如果这一份不是 那你就找另一份 但是都为他讨厌 但是我们见到 就是当他没有的时候 他不愿意 继续坚持 但是当他开始有的时候 他又感恩 实际上他都不知道 有多久 这个有他都不知道打多久 但是他就说 既然神给了一个这样的机会给他 他就尽他所能 荣耀神 所以每一场输也好 赢也好 尽他所能 将最好的给神 另外他说了 他希望能够多一些的机会去见证 见证他的主 所以你们见到 一个年轻人出来打了几场球 现在全球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然后他的见证 Youtube 我想起码有十几条片 已经出来了 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奥巴马都知道 他是Christian 而且他打球是为什么打 都知道了 摘偶的条件 全部都知道了 然后跟着呢 甚至对NBA 球星 他们一开始成名之后 追求的东西 money sex 什么 他说明 这些东西 他要求神保守他 然后让Christian 一起为他祷告 完全跟这些一刀两断 完全不沾染这些东西 我告诉大家 当你肯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是跟撒旦宣战 差不多 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 食开烟 朋友来到的时候 肯定很慷慨 个个都会第一次来 然后跟着他说 对不起 我信了耶稣 我告诉耶稣听 我会戒烟 你对着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你们不要害我 我告诉耶稣听 我戒烟 我告诉你 每一次 当有些人 他不知道 一支想递过来的时间 几个人 你不要害他 他说过 他信耶稣 他不服烟 当然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个是叫做什么呢 是一个protection 圣灵充满的人 是禁不住他那种喜乐 那个passion 他会做的 爱 忍耐 和目 里面的平安 和人之间这些 谦卑 温柔 忍耐 哲济 全部的这些 是很小微 很小微的东西 你会看得见 有人说 big things tell people who you are 大的东西 告诉别人 你是谁 but small things tell people what you are 唯独那些很小微的东西 会告诉别人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神要看 不是看我是谁 他是哪一间堂的主任牧师 他是什么什么的作者 他是什么神学院的院长 我告诉你 在神的面前 这些全部不等待 等待的是什么呢 在人的眼中 他是怎样待人接物 他怎样对他太太 他怎样对每一件 小微的东西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要用的人 不要只是想 他曾经做过什么 为止 你要看小微的东西 第二 是有神的话充满他的 神的话充满他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出来的时候 很注重神的原则 无论什么决定都好 有哪些是绝对的 企硬 绝对不放松 有哪些是相对的 我们告诉别人 有哪些是相对的 但我们有一个原则 去做决定 所以 绝对的东西 企硬 相对的东西 众人以为美的事 我们留心去做 我不会坚持那些相对的 一定要人跟我 我来看一看 在这个相对的东西上 大多数他们怎么看 然后我们坚持 跟着第三 在相关的事上有因此 什么是相关的事呢 如果你找他 是要做牧师 但是他说他不会讲道 有一道讲道 我很大压力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在波士顿的时候 遇到有一位 因为要植堂 其实那间教会都挺好的 就拆了个长老 那长老提早退休 没读过神学 但是就安立了他 然后就拆他出去 去了这个分堂 然后跟着在那里 做那个分堂的主任 那他们那个分堂 成立一年的时候 就请了过去那边 来到港道 那在港道的时间 执事会主席 就是我认识了很久的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牧师你都要为我们祈祷 其实都挺辛苦 那为什么会辛苦呢 因为主要是错配 因为我们的牧师 就是他说港道压力很大 但是很有感恩 因为他又肯承认 跟执事讲 他港道压力很大 第二 全福音他没有什么恩赐 我听完了之后 那你为什么找他来做堂主任呢 这个是牧师来的 港道压力很大 全福音又没有什么恩赐 那他的恩赐是什么呢 行政 他是做行政的 开会 那些这样的东西 我说呢 这个是执事的材料来的 为什么要摆去堂主任这个位呢 我就百思不其解 不过都好在他有自知之明 所以呢 他就很懂安排 在那些执事当中 有恩赐的那些呢 就一个二个就上港道 所以他执事会主席是挺惨的 因为他就是执事会主席 但是每个月他要讲两次到港坦 是更多个主任 那唐主任就讲一次 他讲两次 那我告诉大家 这种的错配呢 其实对教会来说不好的 你倒转就挺好的 是不是 你就找个执事会主席出来做唐主任 情愿 但是他又读过神学 这个是应该 调转的位置就对了 但问题呢 就是那个执事会主席呢 他又未退休 那他的身是高一点的 当然是 那这个就退休了 但是问题 灵活一点呢 应该是好一点 那我觉得呢 在相关事上有恩赐 很重要 如果我要请一个行政主任 你就真的要找行政的人才 没有行政恩赐的 你就不要找他了 你要找一个青少的人来 做青少的工作 我想我们一定要考虑 青少的工作 你一定要怎样呢 如果不是你不能进去 你一定要跟他们沟通得到 你要懂他们的语言 不是说你听不明白广东话 不是说你听不明白英文 而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语言 这种的语言呢 是他们听得明白 你外人未必听得明白 他们用的术语呢 是他们很快通的 另外呢 你要懂得跟他们 Facebook 你可能去到12点 1点 你都懂得去Facebook 第三呢 如果你能够打得球 出水能打球 入水能游 然后跟着呢 卖卖就可以打Bang 这些人呢 是一流 告诉大家 就是我的儿子 他就是一流 因为他对了 那怎么对了呢 因为他有passion 一提起夹Bang 他就已经整个活了 打球 生了 然后跟他们玩 对了 在电脑 Facebook 他又正了 每一样都正的时间 你牧养他们呢 你就容易了 他就在当中 你跟他们去看 我告诉大家 你找错一个人 找到一个人呢 他又不打球的 他又不喜欢打Bang 音乐感又很差的 但他就是会查经的 但他的查经 有他说 没人说的 就是他说很长的 Research很够的 但问题呢 就是闷亲人 哪个青少金你呢 你说 在现在呢很难 所以我们要相关的 因事很重要 第四样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找一个自动波的人 有passion 我经常说 一个真正健康的教会 合适的教会 一个growing church 或者继续不断增长的教会 找到侍奉的人 一定是那些有MVP的人 M for mission 有意象的 V 有那个 使命的 有使命的 V for vision 有意象的 P for passion 有热情的 到底什么叫 有mission 有vision 有passion呢 那个vision 很明显 从神而来 他自己有一个calling 这个呼召就说 神是呼召他 我要将青少交给你 而他真是 投了进去青少 或者他服侍那些贫共人 我是将这班基层的人 我交给你 我将这班吸毒者的人 我们交给你 他是直接对他们 是完全的投入 不计较的 就是说 这个根本就是我的心愿 我有机会接触他们 我已经开心了 你没有pay我都会开心的 P for passion passion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热成到一个地步 他不会跟你看标做人的 我告诉大家 一个真正有passion的人 不是看着 哇 快要下班了 然后到下班的时候 5点之下 就走了 走的时间 有个电话来 然后跟着呢 对不起了 我下班了 你明天找我 我告诉大家 在今天很多教会 全都人用这样的心态 来到侍奉 如果是这样侍奉 得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肯定 神不会祝福的 我告诉大家 神是不可能祝福他的侍奉 你怎么可能叫人 被吸引去到教会当中呢 因为为什么呢 对你来说 这个只不过是打工 我们的心 不是那些人的灵魂 我们的心 不是建立他们 是打一份工 是没有可能有一些人 是被你吸引 觉得正的 这个是骗不到人的 OK 一个真正自动波的人 你pay我也是这样做 你不pay我也是这样做 甚至我们看着他大局 喂 我很怕教会应付不了 不要加身 就是当执事说要加身 直接不用加了 我直接告诉他 你不要加了 我只是希望 整个教会本身没有压力 我们大家一起享受 侍奉 我告诉大家 一些真真正正有passion的人 他有吉时和执事和长老说 我是不祈求这些东西 好像保罗说 我不求什么愧送 我求的就是 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墙上 这个就是passion 我相信 有这个passion 在这里的时间 你叫那些人 不被你的生命感染 是很难的 我跟大家说 过去这么多年的事逢里面 我自己目睹 为什么一个二个弟兄姊妹 是可以同样不计较 付出 不求回报 其实他是一个板 他看到这个板 他就摆上 因为他觉得 理所当然 我们的牧者都是这样 我们的长老都是这样 我们的执事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导师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 这个很重要 接着 第五样很重要 有了四样都未够的 他要懂得有第五样 就是能够和人同工 他是一个team worker 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 我告诉大家 我自己都很伤心 罗省的时候 那边也有一间播度会 我几次都去过他们当中 见到新唐之后 陷陷声有几百人增长到一千人以上 我看着他们的增长非常开心 但是突然之间 一年之后 我收到的电话 是一些哭语的声音 一间教会 分开成三间 而在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 和他们聊的时间 原来其实来来去去的问题就是一样 就是全道人没有办法能够同执事 甚至中文和英文的目者不同心 不能够同工 你顾着你的 我顾着我的 各不相扬 而带来的结果 是很少很少的事情 争 然后接着 又多一点的事情 争 直直 一匹布那么长 出之就爆了出来 一爆出来之后 很麻烦 主要的牧师 就带了一班人 开了另一间堂 然后又有一个英文堂的牧师 又带了一班人 又开了一间 国语堂 还有一个 你也知道 然后留一班人 在这里 告诉大家 这个的伤害 是经过五六年 才逐步逐步复原 我最近 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位牧师 在他们当中 来到侍奉 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都感谢主 现在都是在稳定 但是稳定得来 我都告诉大家 里面的伤口仍然在 每一次见回 无论在茶楼 见回 在其他地方 见回以前 很密切的一班 弟兄姊妹的时候 其实伤口仍在 所以我们发觉到 这个很重要 能够和人同工的人 这些是最正的人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然后跟着 我们要找的 也都是和你的人生哲学方向目标一致 教会要请人的时间 你一定要找一些 他的哲学 他的哲学 他的方向 他的目标跟你一致 到底什么叫哲学呢 我一会儿都会继续 或者我都可以稍微讲讲 教会的哲学 就是到底你看教会 什么是最重要 你的方向是怎样 是人来到 每个人都想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就是教会的哲学 我举个例 如果我们教会的哲学 是我们希望能够全民戒将 你就很注重quality 同不同意 你会很注重门份 你会很注重栽培 你会很注重delegation 来给他们 委托他们 来去参与大使命那些东西 而那些人数呢 你不会计较 他不会一进来 你就给他做会友 立刻洗礼 立刻转会 不会的 你一定会 按部就班 建立得他们的根基稳固了 然后你才给他这个机会 找人侍奉的时候 不是因为有人举手侍奉 哇里路牙欢喜若狂 人家都要看看 就是这些举手想侍奉的人 是不是适合做一个这样的侍奉呢 要screening 要去过滤一下 然后给他一个正当 积极的一些鼓励 哎 弟兄 哎 姐妹 你有这个心 做组长 恭喜你 我感恩 不过呢 现在呢 我就希望帮你打底 你打完底之后 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称职的造长 要不然你很辛苦 我怕你又辛苦 他们又辛苦 那又不太妥的 那这个打底怎么打底呢 你又看看 他当中还未较标的 到底是什么呢 他个人呢 技巧呢 神的话呢 有哪些地方还未较标呢 你就真的要按部就班 帮他较标了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呢 我都试过 其实 有些信女 两年多 洗了一年多 哇 真是 那句勇字 他说想做组长 甚至说想读神学 出来传道 其实 我想在很多教会 看到有人举手想读神学 宽起若狂 但我们呢 都感觉到 未是一个合适的时候 所以呢 我就说呢 大兄 我为你感恩 你那个热成呢 非常感恩 但是呢 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鼓励你 先做第一件事 搞定了 那三十六板斧 最基本的基本功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尝试三福先 鼓励他的三福 他真的从头到尾 读了 然后出队 各方面 越整越投入 那一年多呢 已经做三福队长了 接着说 栽培 他要学栽培 两件事都是 结果了两年多三年 到那个时间呢 然后由团长来提出 那个导师endorse 然后就说呢 很想邀请他 成为一个组长 的那个叫做HEPA 就是那个副组长 或者是储备组长 由那时候开始 看到他循序漸进 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不单止是组长 不单止是副组长 他是TA 是帮助其他组长成长的人 我为他来感恩 但在我这个当中呢 也都有不少 其实按部就班地 都成为 撒生 有些已经毁了业 现在还跟我做同工 所以在当中 我有很多我的会友 在我的团队 我告诉大家 所以跟我一起拍档 那些很多是我的会友 阿宁顿的会友也有 这里的会友也有 我们为他来感恩 但是呢 这个是需要 好了 我们试一试 来看看 Maxwell 他说了有五句的话 很值得我们去留意 参考的 Maxwell 用人之道 他提我们 A wrong person in a wrong place 带来的结果就是regression 你会退步衰退 很多个问题会产生 A wrong person in a right place 一个合适的人 在一个错的位置 带来的结果就是frustration 那谁frustrate 他又frustrate 其实被他服侍的人都frustrate 我告诉大家 第三 A right person in a wrong place 一个合适的人 有人放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 带来的结果就是confusion 很混乱 很confused 那谁confused呢 最重要就是他自己confused 另外呢 其他人都会confused 他很好的 为什么会 就是 做成这样的 因为根本上摆错位 他的好不是做这些东西的 他的好是做第二样东西 为什么要把他放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就是另一样东西 然后跟着 A right person in a right place 你把一个合适的人 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你带来的结果就是progression 会增长 OK 循序漸进 但是将所有right persons 合适的人 都放在right places 合适的位置 在一个合适的一个身体的部分 就是做一个合适的肢体 放在合适的位置的时候 带来的结果就是multiplication multiply 为什么multiply multiply就是倍增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用人合适 得当 带来整个教会就生了 猛了 这个呢 是一世都学不完 我告诉大家 Maxwell说是很容易的 我去跟着来做 我就发觉到你不试过 你都不知道 原因在哪里呢 有很多的东西真的看不到 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合适的人 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他不是做了成几十年 做到全部能有口皆悲 很多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的教会呢 我们是有史以来第一间 是这样的教会 我要参考那些板 找一些榜样 我找不到 没试过有一间教会 哇 成万人以上 哇 这么复杂 这么多报 这么多什么 你怎么去找呢 我找不到 然后去到北美那边 我去过几间大的教会 跟他们的牧师谈过 我发到那个版 又不是很适合那个哲学 我说回其中一个哲学 当我去到Criswell First Baptist Church Dallas 我去到Tucks Window Evangelical Free 罗省的 Church 然后去到Rick Warren 这些教会 我们去完了 甚至Charles Stanley 那些教会 我们去完了 我去完这些教会的时候 我得来的就是 北美教会有一个现象 这个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很注重那个Leader 那个Pulpet的 那个Figure是谁 这个一定是一个叫做明星的港元 明星的港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他出来一说到的时候 自然那些人就来了 这些就叫做明星效应 所以呢 他们最紧张的就是 到底这个人港道 有没有吸引力 那么 每个礼拜的港坛呢 我告诉大家 不会太多人参与的 是一两个而已 而大部分就是 这个的港元 来来参与 那么 有些 鼎姊妹认识我 也有牧姐认识我 他就说 你们教会呢 绝对有条件 那 就是 牧师 你堂堂都来说 我告诉大家 如果我真的听了 我死了 为什么呢 这个教会由一堂 变两堂 两堂 变三堂 三堂 变四堂 四堂 变五堂 五堂变六堂 六堂变七堂 七堂变八堂 那现在呢 再加上分堂 十二堂 我分多少个身 你可以说得了 然后呢 也有一些提议 牧师 你一个因 你是一堂说 够了 其他的全部 CCTV 即场转播 那他说呢 他们有信心 当你肯这么做的时候 奇门如是 一定爆的 吸引力 你说大不大呢 让教会奇门如是 然后一定爆 吸引力真的很大 但我开始很感恩 我感恩的就是说 我看见几间的Super Church 在一个主任牧师退休的时候 找人接替 接完一年都不够 就要炒了 炒完之后呢 第二个例 三个月都不够 又炒了 First Baptist Dallas 就是一个例子 原因在哪呢 原因就是说 惠众在比较 他觉得 不行 接着呢 你执事呢 就开始经过一段时间 就完 但是呢 连执事都在比较 那就死定了 所以带来的结果是很大问题 而第二件事呢 就是一个目者一退休之后呢 整个教会就缩水了 那些人呢 就开始走了 当我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 我就想一想 到底靠一个这样的人 在这里吸引人来教会 是不是一个健康教会呢 我很清楚 神就让这个版给我看得见 不是 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说 这个人在这里 教会增长 这个人不在这里 教会仍然增长 这个就是健康教会 教会不是建立在一个人的上面 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 实际上是由圣灵 由神带领着他们 所以呢 无论这个人在不在里也好 教会继续不断讲 健康的教会呢 那些人回来不是为了听道的 健康的教会那些人回来呢 是为了行道的 第三件事 健康的教会是要继续不断multiply 就是更多可以讲道的人 可以教道的人 可以传福音的人 可以令到教会增长的人 可以去植堂的人 那我想一想 如果我做一个主音牧师 我控制了一个讲坛 我不下放 我不给人 结果呢 他们是永远没有机会粗讲道的 因为全部我霸了 这帮人会怎样呢 他们读完神学之后 不够两三年 就废了武功 一废了武功之后呢 你以后叫他们再讲道呢 他手腾 脚震 口震 心震 密到震 然后预备四十个小时 都预备不到一篇讲章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有没有啊 我告诉大家 读神学的 大家都知道 你现在就是三四十个小时 预备一篇讲章 但是将来 你正在目会的时候 都是三四十个小时 预备在哪里讲章呢 我告诉你 你还需要目会的 不用目会的了 大家明白吗 那你怎样可以令到你自己 三四十个小时 我做了考的时候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之后呢 接着去到十几个小时 我不是说十几个小时 你搞定了 而是说你透过你自己本身 一生继续不断查经 其实呢 查的过程 带查经的过程呢 你已经有十几小时 放了下去 预备讲章 不是由头开始 才word study 逐个字去看 不是那个时间才开始 哎呦 这段圣经都没看过的 现在才去 我告诉你 如果你讲到 是那个时间才开始 第一次看的圣经 你一定是花很多时间 但是你平时已经接触熟到已熟能长 里面的main clause是什么 main work是什么 然后其他的subordinate是什么 全部的 我们叫做diagramming 甚至整个structure 我都已经搞定了 你到时的预备是什么呢 你就将这些东西 put together 摆上去 然后透过祷告 透过每日你经历的 体验到的东西 你看到那些鱼类引起的动机 然后跟着 整个港道大光已经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就将它逐一逐一 你将它写下 然后再将一些预导 你的形容摆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很可惜 有很多的人 原来我们过去是由头到尾都没有做过这个功夫 我很感恩 就是透过在过去 是因为毕业了 我想读博士了 这样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神学毕业前要做的东西 由头到尾要问到读博士了 哇 真的 那个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么辛苦的一件事 但我感恩 就是因为你由头到尾 你要预备了 我对这个神学我要搞通了 对整个的圣经 甚至每一卷的书 你都要起码知道到底是说什么 因为这样 我可以写到每日与主同样出来 这个对我呢 是很大的帮助 但不单是有很大的帮助 甚至预备讲章的时候 其实我想一想 我要讲哪些东西 我已经知道哪些的圣经 大致上 我可以找到那些内容在 你省很多时间 我告诉大家 这个呢 就是平日的功夫 你想一想 主任牧师成世都不让你说到 你放在五年后 你还有多少记得 我绝对相信 没什么记得 所以我就立志在那个时候 我宁愿教会不增长 我都不想做一个这样的人 窒息了其他的同工 窒息了其他的传道人 成长的机会 感恩的 我告诉大家 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清出于蓝 因为他们肯尽心 揭力预备 不单是这样 毕业了 现在还在学 讲道 每个星期还在学 写了个讲章 给几个人看 然后个个可以给他意见 然后跟着呢 改良他自己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 当他们看到这些需要 和珍惜他们的机会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他们就成长了 所以我看到有些回应子 有些回应子 在赚我们这些新的同工 其实有不值一年左右 就是很欣赏他们预备 那个讲坛 我的心里面为他们感恩 为他们开心 这个呢 亦都是我们 未来每一间教会 必走的方向 我就为了呢 教会不要只是一间增长 其他的那些就在那里衰微 正是说他必以兴旺 我必衰微 他就是基督 基督的身体 就是整体的教会 我们一起 他的话 一起的增长 宁愿我们的影响力衰微 所以呢 我在一个健康教会讲座那里 我都offer 其他的堂会 其他的牧者 如果他们都想 有系统地 来到去做色经港道 学习色经港道 我们愿意offer 给他们有机会 继续去操 然后给他们一起去成长 我们愿意 将我们有的东西 连执都给他们 他可以继续 我们希望的就是 看到他们都一起成长 因为这个世界 方长太多 未信的人太多 我们做极都做不完 我们希望他们都同样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都同样 用一个这样的心 来对自己 好了 实行的原则到底怎样呢 我希望 这些都是过去这么多年的经历 给大家看到 好 完全信任你所用的人 你不要整天 就hold住他 几点上班 几点下班 能不能去安装他 你做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不要请他 完全信任你所用的人 第二 是只用你信任的人 你不信任你就不要用 用你就信任 第三 不要允许 multiple boss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来到的时候 原来发觉要应付好几个主管 我告诉你这个人做不久的 他一定走的 他是accountable to only one person 这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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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多些肯定他们 那怎么叫肯定呢 他们做到的 欣赏他们 他们忠心的 欣赏他们 纵使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告诉你 很多的地方都很好 但是有一样 你可以做得更加好 这个的表达 和另一种的表达 你怎么说到的 你有没有搞错的 这样都说得出的 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说的 我告诉你 完全两个相反的结果 会出到来 我们今天要很正面 告诉他们 我知道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很欣赏你 不过我相信 你可以做得更加好 所以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有一句 就是 You could have done much better You could have done much better 其实负败了 你想一想 他可以写什么呢 Rubbish 真的 垃圾 但是他竟然说 You can have done much better 那我就发觉到 很有古武性 你就很有心 如果你说 Rubbish 怎么可以交这样的事情给我的 这些的话 可能带着去到棺材 那里 很伤 除非这个字 我形象爆棚 同不同意 当然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 若说一下记忆那章呢 我就告诉你 你要预测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 是踩你的 是捉你的 甚至你出来做牧师也好 有这样的回忠回应子 会这样写你的 你需要有个心理准备 但你需要知道 你最终最重要的老师是神 而其他的意见 最重要的就是 他提醒了我 有些事情 我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要改善 你用这样的心去看 你会好很多 所以 从正面积极去看他们 另一方面 如果人家赚的时候 将荣耀归于神 而不是归给自己 这个是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 对我来说 这个是我更加需要学的东西 实际上 就是来到现在 就是人家在赚 恩福怎么好 怎么好 你的教会怎么好 怎么好 我就告诉他们 其实 怎可能是一个人做得到 绝对不可能 百分之百是神的恩典 而另一方面 我跟他说 我叫得出的名 最多最多都是二千人 我有九千人的名 我是叫不到的 怎么可能是我的功劳 你说是不是 这个是事实 以前教会小的时候 只有二三百人 四五百人 我都可以说 不单止他一家大小 我叫了都可以 连猫狗的名字 我都记得 有一些我现在还记得 我们的童工 有一只猫叫波子 我记得 有一只狗叫Dolly 我也记得 这些我都记得 但是呢 当教会一直 一直大的时间 我发觉到很多 真的 我一世人 没跟他握过手 我到现在还没 叫过他的名字 除非他洗礼的时候 我帮他洗礼 就叫过一次 你想想 叫过一次 你记不记得 好 我就不是那些人 我不是 说完就不忘的人 我说完很多都不记得 所以每次见到都 真的不记得名字 所以 这个我也要请会众 继续不断包容 我见到你的时间 真的叫不到名字 就是叫不到的了 但是叫到的那些 通常都跟我有一段 多密切的查经 同工的关系 那些 这些我可以 其他那些是难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这样的贡献 怎可能是一个人 你一定是 因为邓兄姊妹 同工组长 各人的努力 以至到能够带来 一个这样的结果 我为他们感恩 但是更重要 就是因为神和我们同在 这个是感恩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小心 在我们实行的时候 真的要落地 好了 我给自己的在佑名 到现在为止 我仍然继续不断念念不忘 三句话 为自己无所求 为恩主无所留 就是说去尽 你给主无所留 为神的国求所有 不要到那么上下 就好像一个退休的心态 你还不够烦吗 还发那么多梦 做什么 我很感恩 梦我控制不了 它是给就是给 所以最近 很多这些的梦 当来到的时候 这些梦可以说 烧到尽都做不完 你怎样可能 让全球的人 都能够一个很机遥真理的训练 全球的人都听到福音 全球的人都听到恩语的见证 全球的人 希望他们五年内 能够听到色经讲道 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 这些梦你说大不大 我告诉大家 以前我真的不敢做 不过呢 我又发觉到 当我开始concern 是为了整个世界福音的和场 去到欧洲 欧洲就荒凉 荒凉到一个地步 惨不忍道 我只能够这么说 去到大陆 大陆荒凉 惨不忍道 你看到东方闪电 闪一闪 二千万人 很多的教会 家庭教会 一间一间 加入了东方闪电 惨不忍道 去到北美 澳洲 纽西兰 很多的地方荒凉 教会分裂 纽西兰 几十人一间教会 一百人的教会 叫做大型教会 你有没有听过 一百人是大型教会 那中营是多少 五十人 中营教会 那小教会是怎样 十几二十人都有 很多 去到澳门 惨不忍道 去到澳门的时间 那里加加埋埋 才得过四千基督徒 二八间教会 你想一想 四千基督徒 二十八间教会 平均一间有多少人 所以去到他们当中的时间 有一种感觉 荒凉 所以这个梦 希望能够透过一些 甚至他们要天生天阳 自生自灭 那些都好 仍然有一个天良 你只要打开电脑 你就能够有 合时和宿灵的供应给他 我希望就是这样 H channel 能够出来 所以当我去到世界各地 联络的牧者和他们分享 我也感恩 很多的牧者 一听完这个分享的时候 就立刻落水 跟我一起 但是我告诉大家 华人教会一个落后的地方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教会 是没有录影设备的 所以那些最好的一些港员 牧者 最近大少曾离开了 然后林道亮离开 于力公离开 每个一个一个离开的时间 我要找回 到底有没有一些他们的街尾脚中 可以流传下来 影响其他的信徒 非常难过 声就有 黄明道那些声都没有了 剩下很少的 其他的声就有 影就没有 现在我们就需要 来将这些牧者 石果仅存的一些牧者 留下它 将他们的信息留下之后 让全球的人继续不断 听到看到他们的信息 这个就是一个议仗 我告诉大家 这个议仗出来的时候 我现在有二十多三十位牧者 都是一些有供应的牧者 他们愿意contribute 我们的计划 就是五年的里面 六十六卷的书 都有人来录制 将他们的信息 按章按折 诗经讲道 讲了它 我们都感恩 在第一年 走了那么多 有五间教会 即时回应 就将他们的音响器材 全部换了 加上录影 然后将灯光又换了 我们只是找人去跟他们看 看完之后给他们建议 他说不计议 为了主 什么都行 有两间建堂的时候 本来没有考虑那样东西 现在都改变了 现在考虑 在黄志迦牧师那里 健身堂 快要入伙了 现在他们将全新的 那套录影录音的设备 两个镜头 放在这里 所以我为了这些来感恩 弟兄姐妹 也希望大家继续祷告 让全球的人 我们还是multi language 不是一个language 是multi language 现在引尼话 过于礼拜堂愿而参与 英文已经有人愿意参与 普通话 广东话 有人愿意参与 接着来 想不到的是 也有人 这些方言很难说 西班牙方面 有人愿意去联络他们 德文那边 德国那边的工厂 有人愿意联络 德国那边的资源 真的很有限 需要大家讨告 日本那边 也有些宣教士说 他愿意联络那边 看看如何将日文的摆上去 还有韩国就进步 原来韩国很先进 我希望大家讨告 就为他们来讨告 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他们的信息可以来 如果那边有就那边 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水堂 这么大的水喉 可以把信息带出去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考虑 用H channel 这个帝兄的奉献 来摆上去 这个很需要大家继续的讨告 纪念 好了 跟着信任的建立 我都希望在这个地方 和大家来看看 Leadership Covenant That Encourages Trust 这一样东西 当有争执 有严厉 有纷争 开始萌芽的时候 有一间教会叫做 Northwa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它说 你就有这么快 得这么快 你不要让它烧 如果你让那些火就这样烧 越烧得久 伤害就越大 这间教会就元气大上 过去无数教会 不懂得处理 这些人制冲突 带来的结果 严重来伤 因为这样 我们需要学 而我都可以跟大家讲讲 我们自己 过去痛苦的经验 但是 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有什么行动 来相应 首先第一 他说 We will pursue honesty, openness and grace in our relationships 我们会继续不断追求坦诚,开放,有恩慈的关系 Each person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relationships and misunderstandings 当关系上 误解的方面 出现了的时间 是每个人都有责任 不是一个两个 是个个都有责任 我们需要 一定要在这方面来看着它 第二 We will see the hurts, offenses and differences are reconciled quickly 我们一定需要保证 那些的伤害 那些的攻击 那些的分歧 有这么快 得这么快 去和解 越快和解 你就越是令到这间教会 在一个安全的状态 你越迟和解 教会的伤害就越大 这个很重要 任何你看到这些的 一些误解也好 纷争也好 什么都好 一出现的时间 你立刻要做 第三 We will see honor and cover one another in works and action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们对别人的弱点 人的过错 尽量不要把它养出来 我们要保护对方的名声 所以 两个人的事 两个人去处理 但是如果是大庭广众犯的错 你就要大庭广众处理 我举个例 大庭广众说错的事 ESPN 讲林书浩 你就要大庭广众认错 但是如果你是私下对一个人说的 你就私下对那个人认错 你对着一个小组的人说过的 你就对那个小组的人认错 大家明白吗 这个你伤害哪个 你就要跟谁来认错 这个是一定要紧紧记得 那另一方面来说 就是我们都是 有五快得五快要做 所以我现在还是处理着 有些同工伤害了人的时候 约上他们来 你跟谁有过严厉 人家受过伤害 这个是你的责任 你要跟他和好 和好是什么呢 你要认错 请求他原谅你 甚至牧者也好 你要请求 弟兄姊妹原谅你 父母也好 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的语气不太好 对了子女说了不应该说的 我告诉大家我要对子女认错 为什么 因为神在看着 我们是Governed by 一个Principle 是Biblical principle 是由圣经的原则来带着我们 所以我不是Boss 神才是Boss 这个很重要 第四 We are not entertained accusations against one another The enemy is specialized in gossip which can hav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When the pattern of Matthew 18 is used Most complaints turn out to be baseless 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对着芝麻绿豆那些投诉 你就在那个地方大兴问罪之事 很危险 我告诉大家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有任何人来到你那里 投诉某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 你就问他 你对我说这番话 你有没有对当事人说过 他说没有 好啊 你根据马太十八章那里 如果一个弟兄跟你有严规 弟兄有错 你就要面对面对弟兄 来到外心说成实话 告诉他 如果他不听 你就找一个是可以帮到他的人 是in a position 就是说是有这个能力帮到他的人 或者知情的人 一起去说 如果两个去了都不听 然后跟着就怎样 将他们带到回教会 带到处理 这个的原则 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记住 千万不要注视 什么叫注视呢 唯恐听 八卦新闻 听得少 助长了那些背后港人 以讹诺诺 或者 诺诺诺诺诺诺诺 诺诺诺诺 我们尽量要避开他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处理的方法 有些人 有时候都会来到我那里 来到说一些同工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 他说有 接着他在哪个场上说 他说在一个小组那里说 有多少人呢 有十几人在那里 他说他很担心 那十几人都会受伤害 这个很对的 我说你列举了所有具体的东西 你不要说你感觉 感受很难处理的 他事实他说什么伤害了你 他先怎么说 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 然后接着呢 我就会约这个同工 我约他谈 我问他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他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划伤他 那你有没有说过他这句话 你有没有说过他这句话 然后接着第二 又约一约 其中一些听过的人 又跟他们谈一谈 那他们都说 真的听到 你的感受如何 我都觉得很难受 这样的时候 不理你 你说你自己怎么对也好 你是伤害了人 你就要向他们来说 然后接着我就说 你的表达方法 是不是建立人 圣经说 凡事当说造就人的好话 污慰的言语 污慰那个字 不是等于粗口 我告诉大家 污慰这个字 圆文呢 就是那些烂了的水果 死了的鱼 那些发声发臭 这种的味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令人作呕 一些的说话 是destructive的说话 是令人作呕的说话 一句都不能出口 那经过这个事实 他就同意 我们就告诉你 圣经的原则 你要跟他和好 甚至如果有人的感受受了伤害 他无意也好 但他真的伤害了人 他都要道歉 过去的处理 如果同工 在这样的情下 都不肯认错的时间 我告诉大家 其实他已经不再适宜 去带领回众 原因在哪 那边的板出了问题 但如果同工 他真的在那个时候 肯认错 我真的错了 我伤了他 我都不知道 我就告诉他 你要跟他道歉 我本来没有心 但我知道 你的受伤害 其实都是我的原因 我必须要向你认错 然后跟着就说 我很想 在这个地方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我那天是伤了你 我当时没有意 原来我说他的意思本来是这样 原来你听的时候 是会令你这么不开心 我希望你原谅我 诚恨的认错 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会给他机会 但是不肯认错的那些 没办法 因为不肯认错 就是说他会再错 第二次又再错 第三次又再错 结果的确是 有些同工 这次错完 或者有些组长 或者有些的弟兄姐妹 错完一次又一次 错完一次又一次 全部都是 the same pattern 同样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就会越来越吵架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跟着第五 We'll hear one another's opinion on one another's differences who love supreme and whole heartedly embrace our collective decision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 任何教会在相对的事上 我们都要有的态度 执事会都要这样 小组要这样 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还有呢 我们明白 和 不一定要同的 unity 是可以有diversity的 大家明白 就是我们大家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和睦 我们可以同心 这个很重要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告诉大家 我曾经讲过很多例 由Arlington 来到今天的教会 我都试过在建堂上面 严重分歧 就是执事会主席 和一些很有分量的执事 唱反调 反对 好了 那我们大多数都赞成了 他就唱反对 反对得来呢 还要说 哇 不是我决定 是你们决定的 然后说我不贊成 不过你们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这个态度很不妥 那我就需要和他说 说完了之后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是一个心胸 我会比较容纳得到不同意见 因为始终这是相对的事 但是这个相对的事里面 我仍然切切求同心 所以我对着这些执事 我都会继续去 我告诉他 绝对的事 就圣经做博士 全部看圣经的原则 但是相对的事 众人以为美的事 我们大家留心去作 既然在这件事上面 是相对的事 见不见堂 你是租还是买 是相对的 实际上是很贵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 买屋贵还是租屋贵呢? 你在乎你哪个时候买 买多少钱 以及租租什么屋 以及给多少钱租 我告诉大家 我们入伙前 96万一个月租 入伙后 70万费 租底还是买底 当然买底 8年我就费费了 那这家呢 全家都是我们的 但如果我们给租的时间 你给10年 你想想我们给多少钱 96万一个月 即是100万 千多万一年 千多万一年 十年已经是亿多了 所以我告诉你 一几年去了之后 一个仙都不是你的 全部都没有了 但是现在 我们是我们的 但这些东西是可遇不可求 我又告诉大家 如果不是神预备 你哪能买得到 哪有这么便宜的 不可能这么便宜 1290元 又买地 又建 又装修 又买家具 还买了钢琴 哇 这么多东西都包在里面 1290元一尺 是港币 告诉大家 美金多少 不用200元一尺 你去哪里找 买公屋都买不到 那这个是不是因电 我跟人说 我始终都说 这个全部是因电 没得夸 但最重要 就是人同心 所以反对建堂的 后来做了我们建堂委员会主席 整个工程中心耿耿 我告诉大家 我真的是感恩 然后阿令塔那边反对建堂的 又是做了我们建堂委员会主席 我去两间教会 都是反对的人做主席 但是又起得非常正 起得非常好 这个教会一定要这样 我离开了 然后We'll meet together monthly to pray to share to worship support and pursue accountability it is crucial to come together often to reaffirm unity 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 每个月我们走在一起 实际上不应该一个月一次 你应该最好就是什么呢 每个礼拜都在一起 有机会做什么 一齐祷告 一齐分享 一齐敬拜 一齐支持 一齐来到互相委身 互相来到去支持 因为为什么 当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 肯定同心的重要的时候 我们的士气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方向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得出来 第七 We'll remain faithful to intentional personal evangelism 在这个地方 继续不断以全福音门徒训练 作为我们的大前提 如果我们以大使命作为我们的大前提 我告诉大家 我们根本没什么时间去做那些湿湿碎的东西 太多的时候 教会因为不做这些最重要的东西 这些人太有空 我告诉大家 你令到个个都忙到这些剧感 就是要救人的灵魂 那些人不得闲理这些东西 最好教会就是什么 个个都去喝茶 不得闲 我们去开什么旅台 去讲什么什么 不得闲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 想去清理哪个的底 对不起 我不得闲 做什么 全福音 我们去门徒训练 我大祖 我去什么什么 我栽培 如果个个都是这样 这家教会就有希望 这个是非常重要 去思想一下健康教会和属灵领袖的关系 到底什么叫领袖呢 很多人都说 所谓领袖就是有followers 就是一个领袖 有人跟着你 你就是领袖 有多少人有人跟着你 可不可以举手 你们是领袖 那如果没有 那儿子女都不跟着你 太太不跟着你 大件事 这个 那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公司那里 有些下属跟着你 你也是一个领袖 是不是 好了 我教儿童主学 起码小孩跟着你 如果小孩都会造反 那又大问题 所以一个领袖 很多时候 你同意也好 你不同意也好 你是一个领袖 但是到底怎么成为一个称职的领袖呢 这个称职的领袖呢 就是他能够带领会众走向一个既定的方向 而会众又甘心乐意跟着他 那Howard Hendricks呢 他就说 一个称职的领袖 必须有下面三样的质素 第一 他用英文说的 He can see what others do not see 他能够看到 别人还没见到的 那些领袖 或者需要 这个呢 就是领袖的方面 但是只是看到 没用的 这个是一个发梦者 看到呢 可能是一个白日梦的人 第二个因素很重要 就是他有沟通的技巧和说服力 能够令到人看到他看到的东西 这个是第二个因素 一个领袖没有一个communication skill 不懂得去沟通他看到的东西 这个不是领袖 他做不成领袖 大家明白吗 他一定需要 表达到他看到的意象 人家都看到为止 就是说他有说服力的 第三很重要 他是以身作证 令到人口服心服 而令到人去行出他所看到的 这个人呢 就真是一个effective 有效 还有真是呢 有建设性的 成功的领袖 属灵的领袖 必须要有异象 针言二十九章十八章说 没有异象呢 民就放肆 其实原文呢 就是民就灭亡 灭亡呢 亂了龙 都不知道去哪儿 为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那我们现在呢 就试一试呢 来看看 属灵的异象 和个人的野心呢 是有一些分别的 那有一个人呢 George Bernard 他就说 异象是一个很清楚 有关美来要发生的事 或者要做的事的图画 是神传递给那些 他所拣选 对神 对自己 对环境 有准确了解的 仆人领袖 那这个是很重要 是一个很清晰 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和要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和个人的野心呢 是有绝对的分别 耶利米书四十章 大影节说 耶利米书对 就是他的一个 他的手下呢 或者是对他的拍档说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我必使灾祸 临到凡有血气的 但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使你 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这是要话说的 很清楚 不要以为 为了自己的野心 你就可以带领教会 我告诉大家 有很多人 叫这个做熟灵的骄傲 其实熟灵就不应该有骄傲 我们只能说 是用骄傲 是以骄傲 来去面对那些熟灵的工作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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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名声 为自己留名 教堂 我好难想象 有些人 一生的目的 就是见到教堂 我见完堂 我就不枉此生 我就觉得 我的事工 就可以教材了 是见堂 当然 神都要立他的心意 你既然是堂 那就给你一间堂 但是见完堂之后 教会分裂 好几间 过去里面 真的很可悲的现象 见堂前 都成八百人 见完堂之后 剩下四百多五百人 为了什么呢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见堂 我就跟我们的敌人姐妹 讲得很清楚 神的心意 不是建一间教堂 神的心意 是要建一个教会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人 所以这间教堂 可能会拆的 会搬的 可能会卖的 但是人被建立 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继续不断 以建立人 为我们的大使命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也感恩 神过去 让我们搬了七次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要 有得搬 我都会搬 这里已经不够用了 但问题 就来来去去 都挺难找一个 更大的地方 而大家 又真是 有那个的 同心 神是要让我们去这里 那我们一起去 我心里面在想 如果神能够给到更大的地方 给我们 然后又告诉我们 你把这里压 那我就给你那块 我会去的 我告诉大家 我不要了 这里 我就会去那里 所以我们一起 继续不断 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总是这样 过去都是这样 浪费不浪费 浪费不浪费 就是这句话 所以都是有很多问题 我希望 我们一起 现在还在考虑 考虑着 不过未有这样的地 能够出来 如果有这样的地 我就会找人 和他去斟 最好 看看那里有多大 如果那里可以用一万人 一次崇拜 那就没需要 对吧 但如果那里只有二三千人 那就是两道 一切发展 好了 那到底什么是个人的野心 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异象 这个很重要 有几个先决的条件 或者试验的条件 测验的条件 我们要问自己 第一 到底这个异象 是不是跟整本圣经的原则吻合呢 如果跟圣经原则不吻合的时候 忘了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 是主任牧师 他就是一个异象 他这个异象是什么呢 他就看得到 在那里 他们建堂 他们有一块地 他们的楼下的铺 是他们的 楼上是别人的 那他一个异象 就是跟银行合作 来发展 那有银行呢 买了一块地 拆了 拆了之后呢 然后跟着呢 就来到去重建 重建之后呢 给了两层 不过呢 就带了一倍的 就是给了他 其他那些就给了他了 不过呢 银行去到的时间呢 他就要求一件事 这件事呢 就是说呢 银行需要地下 要地下 为什麽呢 这个招牌 他一定要凸出来 那教会呢 就要上去 那教会上去之后呢 大家知道 有一个座位的限制 就是整个floor area 你都起到的呢 只有15米的 15米以上呢 你就缩小 缩到三分之二的 一个面积 那他发觉到 缩小之后呢 那个礼堂呢 其实就和现在 没什么分别 都是坐那么多人的 但是他们为了呢 新一点 好看一点 有些人就说 要去啦 那他主任牧师就走来 问我 你觉得怎样呢 我说 你建堂为了什麽 容纳多些人嘛 你建堂为了什麽 是发展科兹事工的嘛 那你见完之后 可不可以容纳多些人呢 他说呢 其他地方就可以 但是礼堂呢 做宝大道 那你真是崇拜 限死了啦 最多就坐了百多二百人 那跟着呢 其他那些 你不可以做到崇拜的 你最多是主日学 又是这样 那你建了做什麽呢 我说我是你 我就不建了 那现在真是千左难逢 他帮我起买 起买 然后给新的给我 那我说 那你的目的 是不是真的要一家新的呢 如果你真的要新的 你不如卖了它 然后再买一个新的 何必要搞那麽多东西呢 跟着和他们谈开的时间 我发觉到呢 就是那些执事的想法 就是觉得 电又旧 水喉又旧 厕所又旧 又臭 不如真是一个新的地方 原来就是为了这麽简单 但是他没有看到呢 他们那是一个黄金地段 是地下来的 你去哪里找呢 找不到的 所以呢 就是那个 我说我又不是你们教会 我就说 如果我是你呢 我就不会这样做 就是这样而已 不过呢 人各有志 不如我看完他那里 我都觉得小 整个地盘都小 不过他们说 他们人数 只有200多人 都不小了 那你要增长的嘛 不要成小都200多嘛 好了 第二 他是不是跟主的大使命配合呢 举个例子 我真的建了一个教堂而已 那这个大使命 是不是叫你为了建教堂呢 还是有些更重要的东西呢 第三 是不是跟圣经的优先罪 和价值观吻合呢 圣经的优先罪是怎样的呢 还有一个 一间教会 他说 卖了地之后 就发展商答应 会给回 就是同样大小的 最后的地方给他 那第二呢 还要给多5000万给他们 那有些执事听完之后呢 很开心 唉 不用愁了 不奉献都可以 哇 真的已经够了 什么什么 这样 他们以为呢 又有这么大的地方聚会 还有5000万人你用 你说好不好 真的很吸引 从做生意来说 是不是吸引 你说 有几人觉得吸引 可不可以举手 就是地换地 堂换堂 然后跟着呢 有回五大 还有5000万洗 那有几人祭的 可不可以举手啊 考虑一下 都有人祭的 是啊 不过他们呢 就是多些人祭 就是执事祭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缺乏 就是有个地在那里 但是缺乏一种信心 靠弟兄姐妹奉献 直接在一个地方 健堂 没有了这种 疑仗 魄力 信心 所以他们想到 就是有5000万储备金 不够奉献 就拿出来 不够奉献 又拿出来 我跟着呢 我跟他 他叫我 你可以去我们执事会 分享一下呢 我叫他有个心理准备 我分享完了之后 你们的如意算盘 可能变了 就是我跟他说 他说 牧师 那你分享什么呢 我说我来到的时候 我就会分享 有很多时候 祖先留下来 太多钱 未必是祝福 可能是一个就座 第二 教会 不用奉献 原来都可以继续 未必是祝福你 可能是一个就座 原因是哪 就是因为当教会看见你 你这么多钱 还需要我奉献 他不奉献 一个人不粗连奉献 他的价值观 就熟悉 人弱不爱神 他就爱世界 这个很简单 第二 就是地下风筑 上面有个洞 上面没有 贫穷 这个是十足十路底家教会 第三 如果我们关注的东西 就是钱 就是舒适一点 所以 其实 我觉得我们是枉费了神给我们的 一种心机 这个牧者 他就说 牧师如果给你会怎样呢 我去量一量 我觉得他那块地 其实可以起到的礼堂 是坐得特约五百多人 另外 其实他那里可以起七倍 可以起七倍 而且还可以住宅 很棒的 我告诉大家 那我想一想 如果给我的时候 当然我们又不合用了 真的太小了 但另一方面 我就说 其实对你们来说 你起码可以发展到 成千多人的教会 他现在只有三百人 起码可以成 去发展到千多人的教会 另外还有足够 最留顶的地方 是宿舍 其他地方的教育 全部都可以 宣教士的一些宿舍都可以 我说 其实呢 有没有想过 即是直接 给大一点的挑战 给弟兄姐妹 一起为这个意仗去呢 那些老人家不是这么看 原来他们的执事 大部分是老人家 大家明白吗 成小都是做执事 所以现在等着 就是 他们觉得 他们的心愿 不要再搞那么多 就是这样 那就惨了 这个呢 圣经的优先罪 价值观 不要搞那么多 是这样的心态去带领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会有和 但是如果呢 如果他们的心态就是 我们做不到 你们做得到 我鼓励你们做 我们全力支持 我们上山祷告 去吧 那他就问我们 你见堂的时候 你们究竟有多少人啊 那我问 第几次见堂 他说 你见到很多次吗 我说我见到三次堂 第一次呢 二百多人 阿宁顿 第二次呢 四百人都没够 就是方方搬去抽床 四百人都没够 三百多人 第三次呢 就二千多三千 二千多人就搬到这里 那他听完 那你们跟我们接近第二次见堂 那你当时要见多大的 我告诉你 当时呢 就是一千五百万左右的 建堂抽床 三层楼 有多少人在这儿呢 可不可以举手啊 是的 我想你们都很清楚 我们坐凳仔方方小航 搬去那个地方 是三层 大概一千五百万 那加上的装修呢 二千多万 那接着他就问 那你当时准备建堂的时候 有多少钱啊 我告诉他 三十几万 是我们有三十几万 我就想着 建一个一千五百万的堂 另外还要几百万装修 哇 这么够胆啊 我告诉他 那个都不叫做够胆啊 第三期的建堂 更加够胆啊 第三期的建堂 是一块地 多少钱啊 八千三百万 银行有多少钱啊 四百万 建了要多少钱啊 是二亿五千万 就是说呢 四百万 你要建一个 二亿五千万的project 你够不够胆去啊 很多人呢 一听见 哎呀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 很多是这样的 如果不搞那么多东西呢 我们就不用有现在了 就不搞那么多东西了 就继续在那里了 排长龙了 然后赶人走 就是这样 但是就因为我们搞那么多东西呢 感恩 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来 我告诉大家 三个月内 我们筹了六千万 顶姊妹 老人家 将他们养老的 都摆出来 当然了 我们是全所摆上 然后跟着呢 还有很多呢 是不计代价 就是这样投入 所以呢 是cash 六千万 所以我们现在买地 基本上呢 三个月内 差不多已经筹足了 好了 跟着建堂的时间呢 又是神职礼 那你要建的 我们买地的时间呢 银行不肯贷款的 因为我们想着呢 就借一千五百万 就比我们松动一点 就是不用全部清浪 那样 问一下个月 出粮都出不了 给同工 那怎么办呢 所以想借一千五百万 汇丰一听完 你们有没有保证 可不可以保证 每个月都有多少钱收入 我问到我当然说没有 这个怎么可以保证呢 这间是教会 是自由奉献的 每个奉献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不行的 没有得保证 跟着说 你都保证不了你的收入 那我怎么借钱给你呢 除非这样 你找十个人出来 加上呢 是起码有那么多钱 他们做Garantor 那我跟着说呢 这个教会不是二十个人 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呢 这个教会有二千人 那如果要签 就二千人签 这样 他觉得很烦 就是这样就算了 这样就算了 匯方 我们买地只不过是一千五百万贷款 他都不买 都不借 那么最后来 交通银行肯借 因为有个姐妹在那里做 而那个总经理呢 他说他爸爸是牧师 那么最后呢 就借了出来 但借了出来呢 其实我们很快已经签够了 所以很快就还给他 好了 买了块地之后呢 哇 政府自己把它改了 叫做商业 本来这个是公贸的地方 公贸的地方 当我们转GIC的时候 那个申请 那封东西 进去 没多久就转回头 就说 这个地方旁边很多工厂 不适合做教会 那你有没有想过 所以呢 最好就不要了 不过如果你们仍然想要 那你可以做一份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做了EIA之后 再递进来 再申请 那我们就周围去看那些工厂 原来他政府里面的那个Record 附近的那些工厂 间间都一支大烟通在里 很大的烟通 但是当我们拍照的时候 间间都没有烟通的 已经拆了 然后接着呢 没有烟的 为什么呢 因为间间都是写字流 所以我们拍了照 然后给政府那边 那政府一看完之后呢 那你没得咬 那接着说 那你们那个设计呢 这里有什么叫做Elderly Center 那我们社署说不需要 我关你社署什么事呢 因为你Elderly Center 那我说 我不是要申请你的Subsidies 我就是告诉你 这个是老人 是长青的中心 那要做什么呢 我们在一个地方查经 那不如你改了个名字吧 不要叫Elderly Center 你叫Elderly Corner 或者Elderly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或者什么什么 原来他以为我们要通过社会福利处 然后接着看到我们的Children Center 又说要通过教育处 真是烦到不得了 总之我们把那份东西又改一次 就改了做 Children Sunday School 然后Couples Fellowship 然后Elderly Fellowship 全部都是教会的名字 然后说我们一个先都不用政府的 然后又递进去 递进去的时间 那时候已经过了四个月了 那个承规处 那个负责人看完之后 接到那份东西 打电话给我 他说宋律师 收到你的那份东西 不过我想问一问你 你介不介意 defer一个月 defer一个月 因为我现在这一次 他们有一个委员会谈的 就是凡亲和这些规划 他有一个board去谈 那些都是义工来的 但如果你defer一个月 我说 defer你干什么 他说因为一个月后 政府可能在土地用途上 有些改变 改变成为什么 他说 你就不要这么快 告诉别人 有可能你的区 会变成商业区 我听完之后 我就不知道分别在哪 那我就打给我们一个 执社会主席 就是律师来的 那我就说 他说这样 他听完之后 当然defer了 不要了 宋律师 现在不要搞了 一个月后看一看 因为商业比GIC GIC 这些银行拿走块地 是没有什么用的 你只能够卖给 教会 社团 和政府 他说 银行借钱很难借的 一个这样的用途 你再等一个月 被他转了做商业 好得无比 最终是因为这样 你说是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为什么 因为四大地产商 入讯 要求政府 将那些公贸 和工业用地 改了做商业用地 现在香港已经没有工厂 香港已经没有这些需要 所以这些需要是浪费 你索性不如把它改成商业 当时政府把第一幅地 变成商业 就是我们这一块地 那它改到哪里 就是改到长沙环道以南 就是说再过一条街就没有了 就是这里 然后这一区就全改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一改了商业地之后 跟着美联、中原那些地产 就打电话来了 那行政部人不知道 就转给我 他问 恩福堂? 是的 你们那块地买不买? 我说买来做什么 有人想帮你来买 那我试试一下 那他们说给多少钱? 一亿五千万 哇,成倍 建了 那我告诉你 对不起 我们不买 是不是太少了? 我们可以再考虑 我说不是太少了 我们要这块地 不是做这件事 我们要这块地 建立会 他说你真的不买? 不买的 我们自己用 是这样 各位亲共的弟兄姐妹 表面看来 那些好像是就在一样 原来很多的时候是变相的祝福 然后呢 我们拿了那块地之后 要建的 跟银行贷款的时候 那个 真是想都没想到 交通银行 他一千五万借给我们 很爽手 当我们申请一亿五千五百万 建的时候 他说 哇,我们做不到主 做主的在上海 他要多久? 他说可能都要半年才批 接着呢 过了三个月 他又回来跟我们说 上面就说 你们建好了之后 最少有十二层要租给人 那些租金呢 首先要还款 第二呢 就是你们的总楼值 楼宇的价值 不少过三亿 然后多少 这样 跟着第三呢 还有一大堆这样的东西 我们看完了之后 真是一点都不开胃 我说十二层租给人 那我起来做什么呢? 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正在犹豫中的时间 突然之间有个弟兄打来 牧师 我们做了生意 第二呢 就官堂区汇丰呢 那个经理 他知道我们买了一块地 他问我们用不需要借钱 汇丰啊 我听完的时候 我完全都不理他 我说 汇丰 我们千五万都不借 一亿五千五百万 他借呢? 他好像很有诚意 那我真是完全都押不住头脑 过了美国来 我就约他来 然后跟着呢 我就跟几个弟兄 跟他一起谈 那我谈完之后呢 他真的热成 过了没多久呢 三个高级的人 来了我们当中 跟我们谈 然后跟着 再过一个礼拜呢 修设会 四个人走来我们的修设会 present 就是他们的计划 贷款一亿五千五百万 另外流动的那个贷款 二千五百万 是给我们装修的 如果不够 还可以继续的 就是你还原又给 给完又还原 总之继续不断rotate 那种 另外呢 那个还款期 可以高达13年 另外呢 那那个interest rate 到底怎么样呢 high bar加 大概1 high bar加1 就是等于多少 就是prime减乘3 差不多prime减乘2.3 哇 不比我买屋更高 我当时我难以置信的 差不多 哇 但是他们几个高层的人 你不信他吗 那之后 执事会呢 就全票通过 找回锋 告诉大家 后来利息还减了 是减到0.83 high bar加0.83 哇 我们看完的时候 我心里面在想 由头到尾 我摸不足头脑 后来就问了我们 教会一个弟兄 挺高级的 是汇丰 为什么肯借呢 哦 牧师 他们查了很多 关义恩福堂的东西 第一 因为是商业 很有价值 这个第一样 所以肯借 第二 原来银行在三个月呢 是水浸 太多钱在 然后上面呢 就刚刚下了的指令 你有些借给人 你就尽量借了 三个月之后就删了 借了给我们之后 根本没有那么松 已经 只有几个月了 我们就是这样借成 借成了之后 本来是预十三年 结果我们提早了三年 已经还完了 弟兄姐妹 有很多时候 如果这个是出于神 神自己会成就他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是为什么 就是当我们是为了神的国能够更有效抗展 更多人信主得救得着造就 我告诉大家 同心做这一件事的话 众志就会成成 一定会成就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约旦河 是踏了去水那里 那些河水就分 我想我们都是走近那条路 我们踏了下去 河水就是这样分 弟兄姐妹 我都鼓励你们 就是用这种这样的信心 来去做神的工作 唯有这样你做得成 好了 我们接着再来去看一看 有一些 我想很重要的 一些的质素 我现在呢 特别呢 就很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保罗 保罗 是耶稣基督以外 影响我自己 属灵的生命 最大其中一个人 我说是其中一个 在他的身上 我真的看到有很多 是在我一生里面 用之不尽的 一些的原则 我首先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 你回去详细看看 20章施特行传 和27章施特行传 有很多人以为 一个领袖呢 你一定要有位 有权 你才可以做到领袖 我在那间教会 他臨离开前 接手的 就 没有多久之后 寄个email给我 他说牧师很难 会终不听我 他说牧师 因为你是牧师 那些人听你 但因为我是传道 他就不听 牧师 可不可以请你 就是和我们的长老说一说 因为我走了之后 除了有两个全道人接我 我就按立了三个长老 来和他一起组成一个team 牧羊 如果你和长老说一说 那可以按立我们 让我们做牧师 我们就容易做些 如果我不是牧师 我又没有名 又没有份 人家都不知道你是什么 总之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回来一年 我又要回去 回去做什么呢 就和那群长老 然后跟他们聊 聊完 然后跟他们解释 我说 如果这个 你都知道他 是受过神学训练 他有因此教导 有因此讲导 你都接受 他是你们的牧者 其实牧师是什么呢 就是牧羊人 传道人是牧羊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名险 他都是牧羊人的 那你既然叫他做传道人 我亦都觉得 他亦都是你的牧师 Pastor 没有分的 我不承认都是Pastor 是不是 Referent 就有分 这个是习俗 但是我就说 我自己本身 最重要就是说 你们众人以为美 你们觉得 接触了他 你都觉得 他适宜做你们的牧者 这样的情形下 我没有意见 因为这个是相对的事 几时按立是相对的 我告诉大家 最重要就是他的Quality 是有Calling 他有呼召 还有他是有个恩赐 有个心智 去牧羊去教导 那就行了 最后 最后 那些培事 长老 知道了一个现象 他们又说 你又不按摩 但是他私餐又不行 整天要请牧师 那些牧师 又不是一个摊 可以找到 第二个摊去 又很麻烦 一般教会 只有一个牧者 那他怎么来到兼顾你呢 那我都说 在一个感情下 按立是好的 那出之呢 过了一年 我就回去和他们按立 按立了之后 过了半年 有没有因为按立了做牧师 那些人就听了 一样没有 我告诉大家 人家的尊重 人家对你的信服与否 不是你的名 不是你的权 你的位 就做得到 叫人服的人 除非你能够服到人的心 你才会服到人的口 你服不到人的心 人家的口都不会服 口服心服的属灵领袖 甚至不一定有权有位 那我就给了个例子 就是保罗 在先行转的27章那里 全条船上面 我告诉大家 最无权无位的一个 是保罗 他是一个囚犯 最有权有位的 第一船长 第二百夫长 这两个最有位最有权 同不同意 但我告诉大家 当这个大风狂风来吹 整个船都差不多沉的时间 全只船的上面 你知不知道 哪个是leader 是只有一个 这个就是保罗 当有这个兵丁 整个小船下去想走的时候 保罗叫他们 告诉他们 这些人若不留在这个大船上面 你们必不能得救 然后百夫长听完 即刻斩断那些成熟 不让他们下去 没得走 而当他们几天都不吃东西 个个都饿 保罗说 我看你多日都没吃东西 你们为了要继续生存下去 你们应该吃东西 然后跟着就抹饼捉咫 他自己吃 然后跟着递给众人 众人看见他的版 然后就吃 完全是牧师 如果你看成只船上的leader是谁 你看回到底那些人听哪个说 百夫长听保罗说 船长听保罗说 众人听哪个说 是听保罗说 你会看得见 原来一个口服 令人口服心服的熟灵领袖 不是权为给他的 是里面的气质 来给他 那这些气质是什么 不然我现在就有20章和27章 带给大家一些很重要的气质 我希望我们自己本身 在当中都学到这些气质 第一段的经文 先能转的20章20节 我们一起读 你们也知道 凡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被谓不恕的 第一件事很重要 保罗的教导 全部都很practical 是落地的 换句话来说 他教导的东西 全部都是为了这帮人的好处 当然是从一个熟灵 从神的角度去看 这种好处 不只是和他们 永恒那方面有关 丰盛的人生有关 从这方面来对他们说 换句话来说 一个叫人口服心服的熟灵领袖 除非他真的知道这些人的需要 他不知道这些人的需要 他是没有办法知道 什么对他们有益 很重要 到底我们应不认识我们的样子 这个很重要 然后跟着在我们的教导里面 是常常继续不断结合 正在合后面那一节 和这一节走一队 结合什么 27节我们一起读 因为神的旨言 我并没有一样被谓 不传给你们的 在今天的讲坛上 两个极端 有些极端 就只是讲圣经 但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就是你听完了之后 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在你的生活上 完全和生活无关 但是全部的东西都是圣经东西 问题就是你不知道怎么apply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的Evangelical被人批评就是这样 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但第二个极端 就是那些新派那些 但也是有些社会福音那些 很predical 但是不讲圣经 全部讲了社会福音 医治 幸福人生 five minutes to a richer fuller living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有听过这个电台在上面那边 很多这些这样的messages 天天讲 但是讲来讲去quote的都是人的 是人的话 不是神的话 但是保罗呢 他是讲神的话 识经讲道 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 完全和落地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今天 保罗在过去继续不断影响我的地方 到底我们讲神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讲到的地方 人家不明白 全部就是神学的东西 圆文 希腊文 希腊文 希腊内文 全部都讲完之后 接着个个都不知道 你讲什么 这个是不是就是神的心意呢 我很清楚知道 不是 神的心意就是 神的话 你讲出来的时候 是简易 又能够明白 是人家八十岁又听得明白 小孩子都听得明白 这个才是真正的识经讲道 如果人家听不明白的时间 这个不是识经讲道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全部都是八股佬那些圆文 但是问题下不了底 差不多好像 紫药 什么什么 但是根本人家都不知道什么 就是那种 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看到很重要 第二呢 他的教导 是随时随地 为什么随时随地呢 其实这一段圣经的本身 我知道凡于你们有益 我没有一样被谓不讲 而他是哪个地方凡于他们有益呢 无论在众人的家旅 或者在聚会的地方 在殿里面或者家旅 我都是众人的面前 或者在众人的家旅 我都是这样的 换句话来说 他跟他们一接触的时候 他就会搜索 到底你们面对的挣扎是什么 你们面对生活上的冲击是什么 然后我怎样去回应 神怎样回应你们的冲击 他是说这些 第三 他是以众人的幸福 为大前提 由三十三节 读到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上供给我和同人的衰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 施比寿更为有福 在这段圣经当中 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传道人的操守 也是一个属灵领袖的操守 他说我未曾贪图 是里面的 从来不会觉得 我做传道人这么苦 你们这么严重 你们都应该有些东西给我 那么久不久就透露一下 我儿子在那边读书 其实都挺贵 我们做穷传道 真的很难应付 那么久不久 我们学习惯了 不过都习惯了 每一餐就两瓶豆腐 那就是一餐 然后就说 有时候巴士都不舍得坐 那我走路上班 什么什么 总之经常见到弟兄姊妹 特别是 稍为有些钱那些 他就叹这些东西 我告诉大家 这些是撒旦的诡计 这些是trap 就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间 我们叫做没有骨气 传道人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能够有傲气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骨气 如果我们做一个传道人都没有了骨气 但是兄姊妹学不到这种骨气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保罗他自己本身 非常清楚 我不贪图 实际上他都说 就是说 他说 我所求的那些 不是什么 我所求的那些 我并不求什么愧送 他说得很清楚 《腓立比书4章17》 我不求什么愧送 我所求的是什么 是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上上 而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 第一 福音的果子 第二 外心的果子 很重要的 外心服侍的果子 第三个方面 就是透过你自己摆上这些东西 令到别人被建立的这些果子 保罗说 其实我求的 就是你们的果子 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上上 他不求 所以《腓立比人》是奉献给他的 但他又跟他们说 我不求这些东西 我只是求你们的果子增多 所以弟兄姊妹 有些是非常重要的骨气 我们一定要学习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 一点都不贪图 而我两只手 尝供给我和同仁的衰用 这个是你们知道的 怎样供 职帐 他是一个职司 职帐 职完之后 不单供应他自己 给其他那些同工 以至到他们都得到爆足 我告诉大家 在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初期去开方的教会 完全没有身遂 但我们要凭信心 来到过活 我们在学校的饭堂 洗碗、洗碟、洗大饼 来到紧可糊口 其实是很快乐的 我告诉大家 原因是 你去饭堂洗碗 饭堂给你一餐 而那一餐是任你吃的 不过就是早一点 我们四点多就吃了 好不好 一餐 我们只是晚上那一餐洗碗 但是那一餐可以饱你两餐 所以其实是相当正的 我就是说 然后 后来很可惜 就是因为那些茶饮班多了 我们本来是洗五晚的 但是因为有了一些人 愿意参加方向性茶经 所以星期一我告假 他要找人 然后后来又多了 一组不够大 坐到满了 所以星期三又开了一组 星期三又请假 后来又多了一个团契 因为人多了 那就开团契了 星期五又请假 所以就被人炒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听我被人炒了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担心 但是神的供应 不像不早 不多不少 常常足够 临到交学费前 真的没有想到头一天 我都想着 有没有可能 真的明天交 难道真的不交 可不可以暂时 跟一个弟兄 是一对夫妇说一说 他们是医生 说完之后 就告诉他 我们到暑假的时候 就是三个月后 我们要还饭给他 暑假的时候 我们做日头 由超到晚做 会不会还饭给他 他来的 直接说明 不用还 我们一定要还 要不然我们不要 接着他就说 你真的很烦 写下 但是写下了之后 我心里一直都不安 我感觉到 开口 如果保姚和鼎师妹 你都说到这件事 我不是很想 特别这些 是我牧羊的羊 想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我也求神 神可不可以 免去这个苦背 我觉得这个很苦 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我真的感恩 本来那些信 是下午派的 但是第二天 竟然很早就派信 临出门口前 就是他的信箱 竟然派了 一看到 一个硬的 什么来的 很特别 那些字体也很特别 都不像 过去我们收开信的那些人 那个时候 没有电邮那些东西 是没有的 那终之 我就进到家 一拆开 让我太太一看 吓了一跳 那个人是谁呢 是我太太 我太太的大姑妈 的老板 我太太的姑妈 是做阿嬷的 她就替一个律师 做她的港容 就帮她洗衣服 洗东西 煮东西 就是那些这样 但是当 这个律师退了休之后 当然 我叫做姑妈 她也是退了休 她们的关系仍然保留 她常常都上去探她 那到我们去美国的时间 我都有机会和她吃一餐早餐 认识了她 然后跟着她就叫我们保重 去到那边 说很多东西 她是英国人 她是加多你的律师 加多你的律师 竟然呢 我们去了那边三个几月 第一次收到一个卡 就是她的卡 卡里面夹着一张车 这一张的车 够我们两个交学费 还剩下100元美金 要来买购物 我当时想一想 我直接呆了 我告诉大家 怎可能在这个时候收到 还有一件事更加令到我们震惊 没有回游地址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她 然后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姑妈告诉我们 她现在环游世家 那你去哪里追她呢 我们都没得回 都不知道怎么回 那最终呢 我们就把那个check 摆了进去 然后跟着就开了 就有机会去交了个学费 第一个学期是这样 都是叫做很巧合 很偶然 但是如果再多个偶然呢 这个就不是偶然 到下学期的时候 一样是这样 临交学费前两天 又收到一张东西 Summer time is coming Patrick Penny Go and enjoy yourself 然后跟着里面呢 又是这样 救我们交学费 然后跟着呢 又是剩下一百多元 给我们买grocery 那我们就靠着这些呢 来到生活 而且开始开放的时间 虽然没有薪水 什么都没有 教会开了三个月后 我们组成了一个同工会 由一个同工会 才突然想到 即是他们要预算 突然间有一个执事先提 那个是accountant来的 那我们不用 给人工的 那是这样才find out 然后跟着呢 他们就offer了一个这样的scholarship 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生存下去的 我告诉大家 这些过去 我们经历了很多 但是这些经历的本身 是给我们的信心 就更加强 因为我们知道 神其实很清楚我们的需要 而祂也是在最合逸的时候 祂会提供这些需要给我们 而当时呢 当教会给了这些这样的scholarship 给我们之后呢 我们也会照顾另外两个神学生 教会没有 但是我们在我们那里 跟他们去给 而且神给我们租的地方 是便宜到难的 我告诉大家 我们过到那边的时间 租一间屋 两房一厅 125元美金 即是62个半一间房 我们四个人住 有两个女孩住另一间房 我们夫妇住一间房 四个人分 然后接着 后来搬到另一道呢 90元 一间大屋 其实三个房 更大 所以呢 我们又可以分给人 很便宜很便宜的地方 就比我们呢 是一直这样 不过那些地方呢 是有老鼠的 我都告诉大家 但是呢 就在过几年的里面 我们就是这样来过状 我很感恩 就是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间 原来神是从来不缺乏的 所以呢 最紧要一件事 就是我们需要坚持那个原则 而保罗自己本身 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榜样 不单止他的两只手 供应他和同仁的需要 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 特别的那些神学生有需要 我们会和他一起分担 和他一起度过那段时间 然后三五节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该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施比寿更为有福 告诉大家 虽然我们是一个 当时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经常呢 在我们家里面呢 很多人来查经罪餐 不过当时的罪餐呢 就是撲脱的 一人带一个小菜 然后大家一起来吃 我们就负责煮一煲饭 然后跟着呢 就做一煲 美好的汤 然后跟着呢 就有些鸡腿 薯仔 各方面的东西 还有一些牛丸 我们喜欢做牛丸 来给他们吃 他们很喜欢的 跟着第四 很重要的 以生命去影响生命 保罗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难怪 一个一个呢 就是这样上来 西拉是这样上来 提摩泰是这样上来 一个一个呢 就是跟着那个版 他怎么做 然后其他的人 就是跟着怎么做 我们一起读二十三 二十四节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 向我指正 说有困所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圣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主耶稣所领受的即使 证明神恩慰的福音 在这段的圣经 他不以圣命为念 二十章那里 我跟大家讲 十七节开始 一直到三十四节 保罗因为要去耶路撒冷 临行的时候 他就召了以忽所那群长佬来 以忽所去到那个地方 我想起码走日几两日 是一群又长又老的人 日几两日走路去那个地方 来送他 上船 送完他之后 又要走日几两日回家 我不知道大家 是有什么人 你才会阵制 行日几你都去送船 有多少人 是什么人 你才会阵制 除非是什么 最亲的人 是你最爱的人 你不能够不见他一面 我想你才会这样做 如果不是不会 但是这群长佬 又长又老的那些 他们肯去 而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个个都劝他 不要去 你去会死的 但是保罗说 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正 实际上风声已经出来了 保罗清楚知道 不单止 善知 有跟我说 甚至 连那些风声都告诉他 有困所和环能等着他 但是他说得很清楚 我不以生命为念 也不可能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从主书所领受的即是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没有人叫他死的 神没有叫他死 但是当他被召的时候 如果你记得 保罗一点都没有忘记 几十年前 大马式的路上 神召他的时候 给了一个使命给他 这个使命是什么 这个是我简选的器皿 阿勒尼亚去到的时间 直接说 神都告诉他 你听了 这个是我简选的器皿 他一定要在外邦人的面前 犹太人的面前 第三 君王的面前 作我的见证 这个的照明 非常清楚 但是保罗信在主之后 是因为犹太人的迫害 他已经离开了犹太人 全部的侍奉在外邦人当中 大家紧紧记得 所以他过去的侍奉 全部是外邦人的 但是突然之间 这个心里面 记挂着他的骨肉 罗马书九章三节 为我的兄弟 就是我骨肉之亲 就算我自己被就座 与神分离 我也愿意 他很清楚 大马式的路上 神对他的呼召 透过阿勒尼的口 再向他的affirmation 这个affirmation 就是说 他不仅是外邦人 神也要他向犹太人 甚至去到军王 所以在二十章 特别去到二十七章 你就会看得见 那三样东西是他自己拿回来的 而拿回来 全部是神自己预备 不是自己 他自己就拿回来的 他去耶路撒冷 是他自己自愿去 不以圣名为念 神既然呼召我去那个地方 我就去了 那结果果然就出事了 迫白患难各方面 最终捉了之后 審完两次了 審完两次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罪的 他应该可以放的 二十六章的时候 本来应该放了 谁知道 他就自己拿回来的 一般人就用这个字 他自己拿回来的 他竟然上诉 一上诉 就没办法了 这些官都做不到 上诉去哪里 他上诉去海撒那里 那之后 審他的官 你不上诉我就放你了 你搞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那他就是要上诉 那你和我都很难明白 为什么圣灵会感动他上诉的呢 但我相信 就是因为这一样东西 一方面他不知道 原来他可以放的 他以为可能死定了 但另一方面来说 也看得见 神是用这样的方法 让神在他身上的使命 完完全全的成就 君王的面前 《菲律比书》一章 坐牢的时候 保罗说 在四章二十二节 连海撒家里的人 都要问你们 御林军的人 个个都听到他说的见证 囚犯听到他说的见证 个个都听到 而甚至后来去到一个地步 连海撒家里的人 都问候众圣图安 是什么意思 就是坐牢的时候 因为他的见证 连那些的囚犯 连那些的欲侦 连同那个御林军 和甚至海撒家里的人 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以信主 以至到他们向圣图问候 我们看回这个版 对我自己本身有很深的激励 二十多年 在中国的侍奉 就是因为这种的激励 我不能够不去 我记得 我临回来之前 我都跟很多人说 186年 在我们回来之前 其实我们早一年 185年我领受一个这样的call 有一朝灵修的时候 罗马书九章三节 弹了出来 弹了出来的时间 我从来没试过灵修的时候 忍不住那些眼泪 但是那一朝 一路灵修 一路祷告 一路眼泪 为我的兄弟 就是我的骨肉之亲 就算我自己被就座 与神分离 我也都愿意 很多的影像开始出来 我从大陆偷渡出来 我出来的时候 我曾经发誓 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回去 但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 七年之后我信住 神将我改变 将瑶树 放在我的心里面 将接纳 放在我的里面 中国 过去为什么这样 中国不可爱 但是它更加需要我们去爱 所以我自己本身 在那个时间 立志 虽然教会很好 我从两个人开始 我们建立了三百多人的教会 教会的第一支部 非常疼我们 很爱我们 但是我也都告诉大家 在那个时间 我没有办法忍受 特别的港币狂赦 很多人的流失 香港教会有富城 然后中国又如何呢 最后我就早了一年 跟教会的人说 我们将会回香港 我希望找人来取代我们 最后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来到一个过渡的时间 由两个全道人 两个当时的生学生 来到接手 而当他们接手了之后 一年后 去到1986年 我们正正式式在三月底就回来 而回来 我没有想到 神就是这样安排 安排我 奴家文牧师叫我录音 方性的查经 然后就开始 开始有这样的复音工作 然后后来呢 有这个呼声 希望我可以在里面做培训 带牧师鼓励我 现在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希望你来 最后就是麦希真牧师 大肇生牧师 王子佳牧师 和我三个人 我们一起的配搭 两个星期的时间 来到他有培训里面 一些童工的机会 是将各地的精英的童工 聚在一起 有百多二百人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神给我自己开眼 去看到整个里面的 复音工作的需要 特别是全道人的需要 最后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不停 每年都有几次 集中去培训里面的童工 去到里面的时间 实体上 是不是容易呢? 一点都不容易 他们是早上四点半就起床 五点呢 就讨告会 两个钟头跪在那里的讨告 七点开始呢 我就开始去教导 一直到夜晚九点半 一直到夜晚九点半 所以每一次我去完 我都没声音了 煞了 咬了 病了 而进去的时间 那个环境 特别乡下的地方是非常恶劣 我都告诉大家 我听听 入到里面 那个地下是泥地 那个厅都是泥地 房是泥地 另一方面没有门 是一块布半遮半掩 也没有水给你洗澡 是要折那些水 在那里按那些水井 那个科学井 按完之后回来 没可能是洗澡了 洗面都挺好的 那边呢 同工呢 是一个面盘的水 成几十人都是用那盘水 几十人都是用那条毛巾 所以个个都病了 差不多 那我要去到法国道 原来不仅是教圣经就可以了 我们要教他们 卫生的常识 他们很喜欢 Hutu 这样下去 就用着脚尼 就是希望消失了它 那我们要教他们 这个是最危险的 这个痰一弄到那些层那里 飞就个个都惹了 那他们说怎么样 我们发觉香港那套不适合他们用的 拿个纸巾 他哪有纸巾 吞了它 他们觉得很噁心 吞了它 拿个痰冠 他们觉得又是什么 我发觉很多方面 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 最初就是用那个痰冠 放点水在那里 吐下去 好过这样 感觉很感应 每次去完 我都看到有些进步 每次去完有些进步 由朝到晚的培训 培训什么呢 培训圣经 培训三保 培训价值观 人生观 一针见到福音 然后生生命生活 培训什么呢 识经讲道 由头到尾一卷一卷和他们讲 培训什么呢 基要的真理 由头到尾将基要的真理 给他们 印了那些东西 告诉他们 然后接着我的书呢 有些简体字的 天道 正主 帮我印了那些 全部免费 拿进去 我告诉大家 以前去到尾 差不多 疲惫了 我们几个童工 一个 二个都是一大堆书 我们试过一次 在里面打敌的时候 敌前面凸起了 因为那些书太重了 结果都开不了 接着司机进来的时候 对不起 你的书太重了 可不可以有一些放进去 结果司机位旁边 就不错人了 放了两箱书 然后我在后面 一人抱着一箱 以至到这样才可以去到 是各样的东西都要拿去 然后去到的时间 深夜一点到 深夜一点到 一混就混一个星期 走的时间凌晨三点多走 我们也试过 在中途的时候要走 在田野那里过一晚 六点多就在路边去截车 甚至有一次下雪 冬到要命 很多这些 而下了之后 还要有十几个小时 才到那个地方 搭那些巴士 非常多的经验 因为里面的巴士 不要说坐 连站都没有机会 地下全部是烟透 特别是天冷的时候 是相当难以忍受那些烟味 很多很多这些的经历 然后去到最后的地方 一间大屋 睡的时候 下面就是那些堡 它是将最漂亮的地方给我们 已经 那个地方 床底是收藏的那些花生 糊头 粟米 米 全部都在那里 但没想到 最受欢迎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那些老鼠在那里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间 久不久就有些牌上来 久不久就要踢一踢个皮 然后跟着 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间 那些主人家 就在我的床 脚的部分 又放在一个盘 床头那里 在枕头旁边 又放在一个盘 然后跟着 有些请 Idea 整晚是这样 注意会 cro mounted 水会倒写 整个床头会收在 所以睡觉的时间 你要非常小心 千万不要这么大动作 也免得把盘子挤在 所以我发过到 日子不容易 一个礼拜不洗澡 一个礼拜不洗头 然后发觉到最开心的时间 就走出去三点多 去到城市那里 然后跟着就在一间饭店 就在那个时间浸一浸 那个是有史丽最舒服的时刻 就是洗澡 那盘水白茫茫的 然后再换一盘又是白茫茫的 给大家知道 然后一初一条一条 全部都出来了 很感恩 我发觉到真的懂得去感恩 就是完了这些培训之后 回到家 你有机会冲花灑 原来是高级享受 有得坐在那里去厕所 原来那个是无比的享受 各位弟兄姐妹 但是过去 就是因为这些经历 能够跟里面的同工 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我跟大家说 同工的儿子和女儿结婚的时候 百多人粗下来 有人出钱 让他们下来 下来干什么 坐火车下来 在我们的礼堂行婚礼 他就是想我帮他 他就是想我帮他 静婚 然后年底的时候 今年年底 另一个同工的儿子要结婚 他叫我上去 帮他主持这个婚礼 那我就会和一些同工他熟的 我们一切会上去 和他们去举行这个婚礼 他叫我做什么呢 野野野 他的儿子是叫我做野野 当然老人家 他们很容易都叫他做野野 但是不是每个野野都是 结婚都要找你 甚至有好几个同工的儿子 那些名字是我帮他起的 他就要和我的儿子 要用同样的 守 守望 他叫守灵 要这样的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什么呢 生命指教 当你有了这种 去影响他们的时候 他们感动 他们会感觉得到 感受得到 第五 诚信可靠 27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读 第二天到了西顿 游流宽代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受他们的照应 在这年的圣经 我很想大家知道一件事 保罗是一个囚犯 而且要上诉海撒 其实都挺严重的 要上诉海撒 其实真的挺大责任的 我告诉大家 游顿宽代 游流宽代保罗 游流是谁呢 就是白夫长 白夫长竟然被他朋友那里住 受他照应 我不知道大家 你够不够胆 什么票 一个上诉去海撒的囚犯 可能是死囚 你中途的时间 他说朋友想接到他 在他那里住 行不行 如果你是白夫长 万一他走了 你没命的 我给大家知道 你会没命的 你够不够胆放他 去朋友那里 有几人够胆的 可不可以举手 都不是挺想的 可不可以举手 不想的那些举手 你见一见 我和你一起去 见一见就走吧 有几人情愿 你和他陪他一起去 见一见 然后压回他 可不可以举手 有几人愿吗 个个都会这样 他条命不宝贵 你条命都宝贵 但你看得见 右楼竟然宽待他 准他去朋友那里 受他们的照应 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甚至练仇敌 或者我不叫他仇敌 都是敌对 是要压他的 用条命去担保他 他不会害我的 这个就叫Trust worthy 反对你也好 赞成你也好 他们对你的人格 他用命来担保 你不会善我的 你不会害我的 我告诉大家 这些的integrity 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有 宿令的领袖 更加需要有 第六个方面 高举神的名 当船林行前 保罗已经告诉他们 有这些东西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第十和十一节 二十七章 众位我看这此行传 不但货物和旋要受损伤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生命也难保 但伯夫长信从掌陀和旋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然后后来就发生事 由十四节开始 一路去到二十节 就说结果 完完全全 好像保罗所说 有个风 就是有拉甲罗 来了 船就被风抓住 敌不过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然后跟着 贴着一个小岛背风岸而行 那个小岛名叫高大 再拉得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蓝索捆绑船底 又恐怕在这个 保尔底沙滩上割了钱 就落下蓬来 任船飘去 我不被风浪逼得甚急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 原因就是怕沉船 尽量让船身轻一点 免得沉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遣露 又被狂风大浪吹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一个熟灵领袖 所以有的几样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这几样东西 第一 他需要一个high insight 对全盘的人 看得清清楚楚 领袖一定要有high insight 第二 他需要一个insight 对现今的局势 有一个非常准确的diagnosis 准确的分析 第三 他需要有一个forsight 如果不是这样 将会有什么事 如果是这样 将会有什么事 他有一个forsight 如果一个人有这些这样 这三样的sight 在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人家对他一定口服 心服 保罗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他高举神的名 以至到这样 但另一方面来说 他又不会因为 这样一个缘故 就抛浪头 神对我说 你们要听 没有的 他说就说完了 人家不听 他也都 有得他 这个是你们的choice 我说我就说了 好了 但是跟着 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怎么收拖呢 保罗怎么样 来跟他们说呢 他就将焦点 摆在出路 而不是在追究责任 秋后算账 摆在个问题上 我们一起读一读 27章 21到26节 一起读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 站在他们中间算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克里特 免得遭这样的 伤害破坏 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这条船 因我所属 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 作业站在我旁边算 保罗 不要害怕 我必定站在海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神都刺激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怎样成就 此事我们必要 葬在一个岛上 他会提醒那些人 我以前有说过 你们本来要听 很多人就趁机秋后算账 你知道香港人最流行的了 全部是负面的 就是挖那些问题出来 但是不会提出路的 只是说你做错的 然后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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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会提 到底怎样可以有个way out 出路在哪里 不会的 但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提一提他们 你们本来应该要听我 我已经劝过你了 但是你们不听 不过 这个很重要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一个人都不会上 只不过是这条船 船是会没了 为什么这样 然后神对他说的话 你和我 就未必好像保罗 那样直接他跟你说 但是我告诉大家 圣经怎么说 你能不能够用得到这个原则 圣经哪里哪里 是这样告诉我们 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了 你能不能够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一些不信的人 挑战我们权威的人的面前 我们很容易失踪 张黄 不知道怎么应对 很多的时候 意气容忍 带来的结果 就每放愈下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只看问题 他要看答案 他不是只看困难 他要跟他们看出路 在哪里 一个领袖 一定要帮他们找答案 出路 解决的方法 如果不是的时候 他领不了 接着我们看一看 第八 就是一个气质 在保罗的身上 你和我都可以学到 社上都比我们今天 做教会目者 是学到很多的 这个气质是什么呢 就是处变不惊 二十一节 至二十六节 一起读 众人多日 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 站在他们中间船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克里特 免得遭这样的 伤选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 放心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者船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作业 站在我旁边 好了 讲就是讲那些了 好了 在这段的圣经当中 你会看到 全的船里面 最镇静的那个 就是他 属灵的领袖 往往就在关键的时刻 他就出来了 我很感恩 在我们家人 我告诉大家 包括我家里的家人 甚至有很多全人的家人 很多我们执事的家人 以前对他们 本来是最小 最没有地位 最没有地位 最不说得事 很感恩 当他们在主的里面 信了主 然后接着逐步成长 又成为组长 成为团长 成为执事 成为同工之后 我们看到很大的改变 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件事 在我的亲属当中 当他们真的有什么病 疑难 或者有些问题 麻烦出现的时候 他一定会找谁 找我们 我太太的家属 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 他会找谁 是找我太太 找我 其实以前我们想起来 最有权威都不是我们的 我们曾经是被 嘲笑过 教书不好吗 为什么不教书呢 两夫妻都教书 为什么这样都不要呢 那里可以吃饱了吗 有钱了吗 做和尚了 还是怎么样 很多这些的冷言冷语 会来 但是我们很感恩 在那个时间 最需要的就是忍耐 告诉他听 我们跟爹说 你放心 现在我们做的事 我们觉得很不甘 我辛辛苦苦 来到教员他也好 我帮这些学生 保卖杂也好 他一下子看不开 他死给你看 他想自杀 到底我怎么样 可以给到 这个丰盛的人生 开心的人生 来帮到他们 我发觉到 就是当我肯花时间 跟他们去查经 带他们信耶稣 他改变了 我就将我两个学生 改变的经历 我跟他们分享 然后又告诉他们 我现在不够时间用 我发觉有些更加重要的东西 是远比我教书更重要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是永恒人的灵魂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决定了 我们是装备我们自己 他又不知道那些什么学 总之我告诉他们 我们读碩士 我们读好一些 以至于我们做得更加好 告诉他们 所以这帮人 在我们去的时候 是踩的 回来的时候 又是踩的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现在我们很开心 见到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一个一个 就来了教会 信了主 不单止这样 当他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知道找谁 那为什么会找我们呢 因为我们认识了 这位我们介绍 转介天上的这个神 和他们一起 共度时间 很重要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些景况里面 最不腾鸡的那个 其实就是神用的那个 领袖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段圣经当中 都给我们看见 20章和27章 值得我们读完又读 看完又看 好了 第九个方面 他和神是一个密切的关系 他专注日光之长的东西 善用圣灵充满 又是恩赐的东西 另一方面 对所用的人 完全的信 放手给他们 努力帮他们成功 成功的时候 将功归给别人 就好像罗马书讲 他就讲到 讲到很清楚的一件事 这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们有没有圣经的 十五章 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 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各人无要叫伦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得行 因为基督不求自己喜悦 如经上所记 欲骂你人的欲骂 都归在他们身上 在这段圣经当中 很重要 什么非 当有祸的时候 首先去背 我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是一个 这样的领袖的时候 人家对你一定 口服心服 同意吗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但另一方面 当有功的时候 我又觉得很重要 要彼此推荣 其实彼此推荣 十二章 这段圣经 第十节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荣 彼此推荣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让人家得credit 让人家得那些credit 即是当成功的时候 记得一样东西 你不要说 如果不是我 哪有今天 我告诉大家 这些说话 说得出来 什么都没有了 人家会反感 如果我们说 其实 你看看 林书浩 我个他 真是适应对 纽约人赢球之后 他从来不说 是我的功劳 而是说 是我们成队的队友 是他们打得好 这些才是真的的领袖 我告诉大家 教会的领袖是需要这样的人 家里的领袖需要这样的人 甚至公司的领袖 都是需要这样的人 唯有这样 人家才会口服 深服 很重要 好了 还有 恩爱群羊而流泪 当你看到群羊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 你会为他们流泪 这一个就正正是众人都喜爱的领袖 我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羊 因为他特别需要的时候 你去到当中 你不要和他做counseling 你不要和他讲一篇道 什么都没有 你就和他一起 抱着他 哭 弟兄和弟兄 或者夫妇 我们和他一起哭 我告诉大家 一哭完之后 他们的心都用不住了 他们会服你 骗不到人的 这些真情 骗不到人 接着 我会说一件 比较很重要的东西 跟大家说 一个属灵的领袖 一定要有 我在保罗和彼得的身上 我看得很重要 广阔的深空 什么叫广阔的深空 就是如果我吸引到一些人 来和我一起同工 他的恩赐比我更好 讲到 每个人都说 哎呀 他讲到真的正 哎呀 牧师真的好 我告诉大家 深空狭窄的人 如果你坐在主任牧师的位置 就是什么都归给他 只剩下这个主任牧师 没有归给他 你可能会这么说 就好像素罗大卫 那些经历一样 但是一个真真正正 深空广阔的人 他会怎么样呢 我记得 林志平 连志平 说了一些的东西 到现在为止 我都记得 但是我又觉得很欣赏 因为林志平和太太张晓风 两个都是一些结出青年 但是张晓风的名气 比林志平更响一些 在整个文坛那方面 他写的东西 那方面更响一些 所以往往他们两夫 在一起的时候 介绍到 这个是张晓风的 先生 那有些记者呢 就 问他 林先生 你有什么感受呢 每次介绍你的时候 都是先听你太太 你是你太太的先生 有什么感受 他讲的一个说话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很好 这就证明 我比他更有眼光 他选的 是比不上他的 我选的 是比我更好的 所以我的眼光比他更好 你听了明白吗 弟兄姊妹 有幽默感 有心胸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都告诉大家 一句的东西 一名 惊人 几多人 记得他 几多人 现在真的 认识他 非常 同样 在今天 如果你和我 是有这个心胸 在的时候 你建立到的人 也会非常多 所以我希望 在我这个当中 就有这种心胸 他必兴皇 我必须美 好了 接着在教会的方面 到底怎么可以吸引好的牧者 去带领牧养教会呢 这个 我就用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来讲一讲 尽我们的所能 建立和谐 掌执和传道人的关系 这个是我的责任 我一定要保障 relationship is always the first word and the last word in ministry 我到现在为止 我仍然提我的掌执 提我的同工 无论怎样都好 关系是第一 他们一定要紧记 第二 有平台让牧者 发挥他的 恩赐回应神的护照 千万不要 让他们来到的时间 框死了他们 你只是做这些事情而已 甚至连讲题 我都要订给他 你是讲这一样 我写你就讲 查经 我写的那些你就查 其他那些不可以查 只是查我 我告诉你 查那些 我告诉你 你找一个人做什么 robot 我们不是找一个robot来侍奉的 我们是找一个活生生的传道人来侍奉的 他的领袖怎么可能 全部都是你的领袖呢 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给他空间 你要信任他 这个很重要 另一方面 当他有些议仗 好像中国事工 他要做这样做那样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鼓励他 但另一方面 也都叫他 如果这样 你没有一个 后着 看怎样来应付这种东西呢 当他已经想了 想通 各方面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令到他成功 第四 给他们有自由去做主的工 他说一间学校请他 港方报道会 求之不得 去吧 相复 港报道会 去吧 当然去吧 怎么会不去的呢 这个就是神呼召我们 我们最终于说 那你去那里 那些人会不会来 我们教会的 怎么可能这么狭窄的呢 这个绝对没有这么狭窄的 全福音是为主传 不是为你教会传 那么简单 当然你可以提一提 跟进他那里的任务 这个我们需要看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特别兴旺 你只要这个是主脚工 我们一定要给一个自由 他要做 第一个部分 提供秘书和干事支援 如果我们的全力人 来到的时间 不是让他们 全部做了一些行政的事 哇 只是打广章 中文打字 已经去了成二十个钟 那你还有什么时间 去做其他事呢 这些这样的支援 可以给他 联络 可以给一些支援 有些个组长 或者有一些干事可以帮忙做 其他的那些 甚至有一些 订阅 订饭 订什么 如果都要全力人做了 你就真的浪费他们的时间 有没有那些电影节目自己来订 订车 订巴士 订船 订什么 一次交游 全都要全力人做了这些事 我觉得他 你说是中心 是 不过呢 其实他的中心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发挥得更加好 其他弟兄姊妹可以做 另外第六 多些肯定 和欣赏他们 如果他们肯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全都人 一定愿意肯留在教会 继续不断来到侍奉 当然 我也觉得 教会本身 在经济的上面 一定要让全都人 没有后顾自由 让他们的家人 让他们的生活 没有后顾自由 可以放心 这个不一定是丰富 也都没有什么丰富 但是起码要足够 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提醒我们的订阅姊妹 提醒我们的执事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需要 我们感谢主 在教会的当中 我们继续不断去改善 而教会掌执 也都很乐于 见到全都人安心事奉 不需要经常担心柴米有盐 这些事情 下次回来的时间 我会和大家来分享 信徒的成长和发展 然后跟着讲一下小组 我也愿望 有些人成本书都看完了 book report都做了 很快 超额完成 五目师很开心 但是我也希望 透过一个这样的经历 我告诉大家 我尽量就将在过去里面 一些侍奉的体验 来跟大家分享 有失败的例子 同样有成功的例子 有好的例子 有些不好的例子 但是我们愿望的就是什么呢 好的板 我们继续不断来捉住它 一些不好的 前人之居 成为我们后者之间 不要重蹈覆车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领袖 成功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我们一定要做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请我主耶稣多谢你 给我们有以上的时间 我们愿望 我们今天所听 你的说话 来到我们的心中 就能够对我们有激励 而且不仅是一时的激励 而是铭记于心 日后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继续不断以此为监 以你教导我们的 成为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再一次的多谢你 求你听我们的祈祷 恩代祝福我们众人 在你的里面继续成长 以至于我们更加 荣耀到你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